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只能这样了 当然其实这个 之前很多人在网上联系我 问能不能换个时间 但其实这个 道士关系不大 因为我念书的时候从来不曾讲座 不然我毕业了以后总是在做讲座 我先为上一讲道个歉 讲了五个小时 这个不是常态 通常来讲 背课应该是背到两个半小时 都是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 背的时候在底下背着讲的时候也是两个半小时左右 也就意味着 当我讲五个小时的时候 有两个半小时都是废话 这不是好事 但是有同学跟我说听得很爽 但是 这种爽没有好处 尤其 如果有些小朋友将来想要当老师的 千万别学这个 真正有本事的人是 是能用三言良语法 把事说得很清楚的 如果你讲了很多个小时 一个事你还没讲清楚 实际上这是无能的表现 那么也跟 精神状态有关系 因为在那之前睡得不大好 所以 会经常走神啊 今天应该不会那么久 我下午专门睡了觉 所以一旦我 能保持精力集中的时候 就是应该不会再犯这种错误 今天讲的是纷争时代 是西方古代史的最后一讲 有谁是陶克出来的 尽量回去上课 今天讲的是西方古代史的最后一讲 那么 所谓纷争啊 那个 从时间段上通常我们会称这段时间为巴洛克 巴洛克时代 但是真正在那个时代本身引起纷争的 并不是巴洛克的建筑 那个我先剧透一下 实际上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认为是 认为是正统主流的古典主义 这事很漏 那么 大家记得这个 在我讲歌课的时候 一开始就是讲的这张海报 但是我在中国美院做讲座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设计的第一张海报 之前我 因为我这个人没有形式感 完全不知道美丑 你们也知道了 我甚至就是 会强烈的关注给大家 美不是看着好看而已 所以 毕业以后 花了七八年的时间 我基本上把自己的形式感干掉 那也就意味着 我会非常警惕自己做一个 做出来要好看的东西 但是这个没办法 中国美业人说 我们是有传统的 所有来做讲座的这个朋友学者 我们必须得贡献一张海报 这个 我这人特别特别特别怕 怕不守规矩 我一个特别规矩的人 那就做呗 但是回去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发现做不出来 因为 就是基本上 我先把这题目打上了 然后把这个打上了 做时候写了点字 然后 发现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好跟学生会的那个 那个干商量 说咱们 要不你帮我做一个 你们有没有模板 我把我东西套进 说这个不行啊 而且就是他和你一起是 农业学设计的 对吧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做个海报 推三出次的 什么意思 知道 回家 那就是 但是因为我是建筑师啊 然后我就会问他 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吗 对吧 这海报有没有任务书啊 他当时给我 实在被我逼得不行了 他就说这个东西你尽量做便宜点 因为我们财打要花好多钱 我们的经费也不是 也不是很充裕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复制的比较多 还要到处张天 你一个纸最好不要太 要求太高 要不然我们还挺废交的 除此之外 就是实在是没有别的任务 那一旦这事要便宜 纸不需要太好 而且要大量的复制 但是 这时候 一旦有了任务书啊 作为建筑师 你终于就获得自由了 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那个就是 干咱们这行 最主要的就是蓝图嘛 对吧 我突然看见蓝图 它用纸可以特别糙 而且可以比一般的复印纸还糙 对吧 它大量的复制 而且成本还比较低 然后 那那那那 它原本就是为了便宜嘛 这个东西 那你晒出来 然后突然发现 它还是蓝的 我好像在我印象里 没有什么海报 是用蓝图做的 这时候你突然特别汪奋 那接下来 这事就好办了 因为蓝图是打线图的 大家知道 所以 我就就是 就开始找第一张图片嘛 那这张图片 它一定是一个 以线条为主 黑白比较分明的 就因为蓝图它不敏感 大家知道是 是用这个 这个药水的感光 它这个 就是 就是感光度 其实不是特别灵敏 所以它 很难去刻画一些 有灰度 灰度渐变比较多的图 那 所以就 我就从我所有歌特的 这个图纸里面 就是 然后 一旦要选一张图呢 就是 就是 首先我把很多 预写出来的图 就先用滤镜来滤一点 看看它是不是线性 看起来清一清楚 再有一个呢 你选哪张图 其实又碰到问题了 它又是什么形状呢 那 但是那时候 我大致知道抽象与移情的关系 所以 一旦你希望做一张 你不知道该怎么选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该怎么构图的时候 它如果是对称的 这个就不需要讨论了 那最好是一个对称的 对吧 它又能反应歌特 然后选一选去就选出这张图 把它放上去 大家看也没有什么拍板 然后 然后选择字体呢 其实这个字要长的 跟那个图比较像 一旦图被选出来 某一件事都被渐渐地 被确定下来 然后我让那群人会晒干涂 他们特别放在 就说 这个这个图一真 真好玩 这就是我第一张做的海报 我之前在讲歌的时候跟大家讲 整个这个设计过程 叫做文体型 它是一个文体性的 它意味着 就是在这里面 所有的这张海报 它不参照任何一张另外的海报 那所有的决定 就是每一步 当然 我觉得说叫设计有点亏心啊 但是姑且叫它设计 每一步设计的操作 它都来自于一个非常确定的 基于这张海报本身的一个需求 那么它没有另外一张海报给它做参照 这是文体性的 它也是歌特建筑非常重要的特征 那么一旦这张海报做完了以后啊 就是当时 就是除了就是解决了这个 就是当时学生会给我开出的这个任务来以外 我突然觉得我一辈子的跟海报有关的这个事儿 我都解决了 因为一旦找了一个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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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听我讲座 你应该知道啊 我这个人还特别保守 所以一旦你发现有一个办法做得好 你基本就不大乐意想别的办法 你才发现这个办法不错 那好嘞 以后所有的海报 我都用蓝体做 这是我做的第二张海报 其实歌特和巴洛克这两奖是我研究生论文里面的两节 就都在本体性这一章里 那么之后我每一张海报都会把它做成蓝图 这是巴洛克的 但是实际上因为后面咱们会讲到 巴洛克在建筑里面如果从表达的方向上 它是一个图绘的 也就意味着它其实有大量的形体光影的变化 它和歌特最大的不同是 它有大量的色彩和扭曲的变形 所以实际上巴洛克建筑不是特别适合用蓝图这种表达 当然大家就是仍然从里面能看到 就是因为我比起歌特的这个海报来 我格外的不确定巴洛克的这个该怎么做 所以我选择选了一个双轴对称的对吧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看到我做的东西 这些东西越对称意味着我越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么当它开始出现一些变异的这个妖图的时候 就意味着我可能想话比较多啊 有可能意味着我的睡眠比较重 那大家看到这里开始有一些灰度变化 而且就是在这里面基本 不大看得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尤其它被打成蓝图的时候 大家可以出去看看 打成蓝图的时候它会很模糊 而且在这里面最要命的是 我也找不到有什么字体是跟这个图长得比较像的 但是这事没关系 一旦有一个它现在的东西确定了以后 我用那个现在的东西确定另一个东西 这个设计过程叫什么呢 这种操作叫做在线性 representation 在线 就是它实际上 既然是ray什么东西 它一定意味着在它之前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已经存在了 它是参照着另外一个已经存在了 但通常来讲是受到认可的 受到认可的东西出现的 那么这个行为 一旦在线了之后 在线出来的这个成果 那么当它一次一次在线的时候 那就是基本上 广州这边高校的同学都应该知道 一旦在这个学校的宣传园里出现一张蓝纸 就是一块蓝远远看那篇在哪 通常来讲 同学们不用去看这些内容 大致就知道同城工作室那个光头要来了 大概可能是在某一个没课的时候 今天做书 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一种现象 叫做风格 那么实际上 就是由此我们知道 其实风格本身它并不 它并不评价好也不评价不好 那么对任何一种风格 我们都有可能把它做得好 也可能把它做得不好 它本身携带着巨大的力量 因为它是参照着一个 已经被证明是足够好的前提出现的 那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是 它可以帮助很多不知道该做什么的 也许有些同学它不知道 它可能不像我这么 这么明目张胆的去炫耀自己的无知 就一定要去找人问这个需求 那么 就是当我们没有机会去操作那些文笔性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在线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而且前面我们也讲过了 诸如西方古代建筑史的这个造型时代 就像古希腊时代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在线的时代 对吧 就是它们之前的神庙是用木头盖的 那它们有了更精良的高贵的材料 实材的时候 它们仍然希望把它盖得像木头建筑一样 这个几乎开启了西方建筑学的起点 它也是这个起点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部分 那但是作为风格 包括去模仿一个在线一个已经有的东西 在我们现在这个学科里面 通常来讲很容易受到执摘 那这些内容今天我不讲 它可能就是 就在后面的一个系列 是西方现代建筑势力 这我会看到就是实际上是一个 像梅复兴一样非常强大的时代 被称作现代主义时代 但是就是前一段我发现了 有一个词条非常的打击我 原来我觉得现代主义建筑就是现代建筑 就Modern Architecture 后来就是我在一本这个教科文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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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乌人化遗产宝库的这个这个 导则上面看到那个翻译 Modern Architecture 被一所近代建筑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老了好多 但实际上是是是从那个时代开始 因为一些更加本体性的这个这个操作 占据了我们这个领域 那么导致实际上现在我们对 巴洛克这个时代会有极大的困扰 巴洛克他有一个建筑以外的含义 就是扭曲的珍珠 但这个要拆开来看 就一方面它是珍珠 意味着它华丽名贵 另一方面它是扭曲的 意味着它饱含正义 那其实 呃 我老是觉得扭曲是一个 扭曲其实并不贬义啊 如果说是激情的它是贬义的 那实际上 我们恐怕应该称它做变形的珍珠 因为它它它不是圆的 我们会看到它不是圆的 但不意味着它它可以是任意形式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是文秋里的 文秋里他妈的宅 文秋里他母亲的宅 那么在这里面有断裂的山花 看到有 而且三角形断裂的山花 跟宫形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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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山花会交错 那么当然这里面会有这个 纵向的窗啊 会有框窗 也会有横向长窗 实际上来自于 对对现代主义的讨论 以及后面我们会看到 它 它有生气的 当然在这里面是烟囱啊 那么 这些被认为是 是巴洛克时代的典型特征 但这个这个这个 我上上讲已经讲过了 从米开朗基罗开始 打断山花是属于文艺复兴的 这个典型的特征 但后面我们会看到 山花的断裂 实际上在巴洛克时代 确实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这个意义 不仅与它的样式有关 那么其实今天我要讲的 不只是巴洛克的建筑 但主要讲巴洛克 更重要的我要讲一讲地狱建筑 因为实际上 不是天堂地狱的地狱啊 是这个 是地狱性的建筑 那么这个 在这个时代之前 其实没有 就是在主流建筑史上 在内部英雄的建筑史上 其实是没有 什么地方的建筑的核心概念 对吧 之前我们讲的都是时代建筑 古希腊的 罗马的 罗马峰的 拜坦廷的 和特的 文艺处星的 那么实际上 地方建筑开始呈现出强烈的特征 而且是在这个学科内 呈现出强烈的特征 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 主要是集中在16世纪末 到大概18世纪初 但实际上 它从来没有结束过 一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过 以及学院派 那么大家会看到 我也先预知一下 大家会看到我对学院派的 就是当时的学院派的态度 但实际上 这只是一个非常狭隘的观念 任何人都狭隘 我是一个人 所以 我一定狭隘 所以大家会看到 我对巴洛特建筑的喜爱 那么 其实我特别不乐意在这里面讲个人的东西 因为个人没有价值 只有你讲述的东西有足够的力量 它才有价值 所以我尽量少说话 这是德昆西说的 我们先看巴洛特的定义 德昆西很棒 如果有同学听过我讲类型学的话 那实际上他是建筑类型学的态度之一了 就是为类型学定调的人 那么他几乎为 他写了一本《建筑史词典》 就能写词典 他是非常牛的人 他不只为类型学定调 他几乎为建筑这个学科所有的设立到的问题定调 他这么描述巴洛特 他讲巴洛特在建筑中 是一种对古怪事物的精微变化 但是这里面就抱歉的是 我读的都是英文文献 所以我翻译的可能会 我尽量把它译的直 因为信达雅是一个很难的事 我尽量让他信 所以达可能会差一点 他会比较晦涩 雅就更不要说了 或者说是精致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 古怪事物原本是一个有争议的东西 但是德文西首先为他定了一个 褒义的基调 精微的或者精致的 这个在建筑学里面一定是积极的 正向评价 但是紧接着 如果可能也可以说是对此的滥用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能看到 大概在18世纪末的时候 对巴洛克的爱恨交加 巴洛克与古怪事物的关系 就像朴素与高贵品位之间的关系一样 是其极端的形式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是 朴素与高贵品位 那么即使意味着在德文西的判断里面 巴洛克并不来自于一个奇异的东西 它来自于一个非常平常朴素 或者说是经典正统的东西 只是由于他走向高贵的这个方式 巴洛克的概念暗示着有过度 也就是说做过了 这是做多了 而带来到荒谬 伯洛米尼 这时候他提到了重要的代表人物 伯洛米尼 待会咱们会讲到圣彼得大教堂 他是比较就是最后 就是做完圣彼得大教堂 还活下来的文艺复兴的晚辈 前面我们讲 文艺复兴的顶件大师 除了帕拉迪奥全能死的那个项目 那今天讲巴洛克仍然会以 圣彼得大教堂开始 为我们提供了古怪的最出众的赛品 后面我们会看到一些伯洛米尼的作品 瓜里尼 这是我最喜欢的巴洛克大师 则可以被视作巴洛克最重要的大师 我们看他提出了对巴洛克基本的评价 但其实他并没有为他提供 他只提出了评价和他的基本特征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 那么抛开一家之言 我们看看 就是波特盖西他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叫做巴洛克在罗马的诞生 在里面他提到了另外一国人 多米尼克·封塔纳和卡洛·马德诺 马德诺是咱们讲文艺复兴上的时候 其实讲过了 他是圣彼得大教堂 后来因为大师不断地会死掉 他们教廷组织了一个委员会 专门 其实就相当于甲方的吧 那卡洛·马德诺是那个委员会的主席 那前面讲到的这个波洛米尼是巴洛克的 巴洛克的四劫 四大天王之一 那么这是四大天王 另外一个 瓜里尼 另外两个是贝尔尼尼 然后最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巴洛克的柜材 那么 伯洛米尼是卡洛·马德诺的侄子 他首先提到这两个人是巴洛克的重要人物 出于这两个人以及伦巴蒂建筑师弗拉米尼·腾奇奥的功绩 罗马建筑夺回了自米开朗基罗去世之后失去的中心地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另外一波人 而且这个提到了米开朗基罗 后面我们会看到 其实几乎整个巴洛克时代的那一代大师 都奉米开朗基罗为了自己的导师 不管是不是真的失从于他 而且整个巴洛克时代的诞生已经结束了 几乎都是为了完成米开朗基罗 他在此前没有解决的这个建筑学的核心问题 米开朗基罗的遗产深深地迷住了 这官人啊 还有维尼奥拉 这个是被现在被认为是学院派的核心人物 实际上他被认为学院只是因为他出了建筑的故事 但其实他做的工作更接近巴洛克的时代 我们后面就是我们会讲到 但是我们恐怕看不到他做的就是 在文献的记载里面 西方世界的第一座椭圆形的教堂是维尼奥拉设计的 以及德拉波尔塔 就这个后面我们会看到他的作品啊 那么就是被这些人审慎地执行的 我们看到其实不只是定义会有所不同啊 就连他的来源以及核心的操作人员都是两拨 但后面我们会看到啊 这两拨人做的操作略有差别 但其实完成的任务非常的接近 今天讲巴洛克大概会讲这么极组问题啊 首先 包括手法主义 这个是我上一讲已经讲过的啊 今天我不再重讲手法主义了 实际上是米开朗基罗的手法主义 开启了巴洛克的大门 嗯 我们也会感慨如果米开朗基罗能够多过些年啊 巴洛克会不会变一副样子 但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巴洛克的大师做的实在是太棒了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米开朗基罗即便活着 他是不是真的 仍然能在那个实在领导群群 那圣彼得问题啊 其实是圣彼得大教堂的问题 也就是 几乎圣彼得大教堂的开始 标志着文艺复兴圣期的开始 圣彼得大教堂的落成 也标志着文艺复兴的解除 他同时也标志着巴洛克时代的开始 提出了一个 这个很重要啊 我特别不喜欢大家在听的时候记一记啊 但这句可以记 真的其实就没什么可记的 如果不是因为要超新网要录像的话 我一定把所有的东西关了 如果我看不上你们我心里压力也会小一点 这个非常重要啊 几乎巴洛克建筑的特征的开始就来自于圣彼得大教堂所提出的这个中心化纵向平面的要求 那么赛利奥是我上一阵讲的 对吧 讲文艺复兴下的时候讲的 片段引用和说明性的断裂 我们会看到在赛利奥的时代 其实他并没有改变太多文艺复兴的状况 他帮助很多文艺复兴的天分不高的建筑师从业啊 我甚至觉得他是西方建筑史上的普罗米丘斯 但在后面我们会看到 他其实有点像西方建筑史上的孙悟空 他踢穿了太上老军的丹炉以后 点着了火炎扇 我们会看到后面 而且赛利奥 后面 我有点不太记得 后面我会不会 我好像不会讲法国权派的 这个没关系 这个 其实 古典主义的最大的混乱 就来自于赛利奥提供的 他的九本关于建筑的理论 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一部分 扭曲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巴洛克的操作手法是扭曲 但它是基于什么扭曲啊 这个我上次课开了书单 对吧 跟大家去读读这个 M克莱因的 莫里斯克莱因的 这个数学理论 就是里面讲到摄影几何 这个是建筑学历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就像上一节我讲的 欧基里德几何学 对文艺复兴以及之前 以及所有整个古典主义 操作的这个影响 我们会看到 其实恰恰是 数学上的一个微妙的变化 导致了建筑学 天翻地覆的操作变化 但它的核心其实仍没有变 双通脚其实特别有意思 它讨论了一个空间 与体量的关系 咱们一个一个讲 首先回顾一下 文艺复兴的极性伟学 我不细讲吧 我们知道文艺复兴 它基于欧式几何的这个前提 那么会把球体作为K-OF 作为所有构型的初始状态 五种柏拉球形来自于 来自于它与球体最接近的特征 以此影响了整个文艺复兴的 被阿尔卑蒂提出的平面类型 以及文艺复兴的K-OF 为什么这么重要 是因为它具有和球体非常接近的 几何不变性 它从任何角度上来看 都是正面的 以及 还有到圣彼得带到堂了 就是这个 达芬奇和柏拉孟特 两个人一手缔造的这个 文艺复兴神庙建筑的最基本的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是立方体加上球体 这基本上奠定了 文艺复兴建筑的基本的状况 虽然它的规模不是最大的 但是文艺复兴两代大师 对神庙建筑应该是完成度最好的一个作品 大家应该记住这两个 就是佛拉格拉奇教堂 你们看到这基本就是 达芬奇和柏拉孟特 所奠定的那个精神 当然有的那个教堂 就是紧接着它 顺理成章的是圣彼的大教堂 这是柏拉孟特的 这是米开朗基罗的 两个人掐了一辈子 终于在柏拉孟特死了以后 米开朗基罗提出要跟他和好 包括上次就是之前我也讲过 从正方级的平面到近似于灵形的平面 仍然来自于大量的关于 对建筑体量几何不变性的重要的思考 但这个就引出了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是圣彼得大教堂里面中心化纵向平面的问题 因为这个项目 这个当然是在规划里 这是方尖碑了 后面我们会讲这个方尖碑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项目之所以盖了一百多年 就是建筑基本一百二十多年的时候 大致才竣工 柏拉孟特 拉克里尔 佩鲁记 桑加洛 米开朗基罗 就是全都死在这个项目里 他进行不顺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唯一复兴的大师希望把什么要盖成这样 对吧 其实要盖成这样 但是盖成这样对于教庭来讲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知道天主教实际上 就是他是 就是实际上这个教会相当于祭司阶层啊 那么其实他们需要非常严格的这个宗教礼仪仪式 来支撑他们的权威 那在这里 一个中心化的平面啊 我们看到他们最大的这个差异站 这个是柏拉孟特的 这个是拉特尔的平面 后面我们会比较拉特尔的平面 就实际上拉特尔的平面是 所有大师里面做的最糟糕的地方 但是这个 基本上现在盖米的大肠 平面就是这样的哈 咱们这个行业里 到现在为止这个状况也没有改变 对吧 就是不管什么招标 大家最讨厌哪个 他最大的差别在哪儿了 我们知道 对于天主教来讲是供奉偶像的 大家知道哈 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会 会作为整个宗教里 序列的终结 或者说是高潮 那么我们都知道哈 就实际上 约柜以及这个十字架是供在这儿 也就意味着在这个 其实在在在在在 哥特大堂的时候我们讲过 这个叫做圣殿 从空间位置上叫做后殿哈 就实际上这个是圣堂的位置 通常会做做做成立方体的 它的长宽高通常来讲会做的一样 它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当当上帝被放在这儿的时候 就是 当然是一个纵长的空间 对吧 一个礼仪的仪式从此走过来 如果有机会 就是 我什么时候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在讲中国古代 梦后思考的时候 会借着故宫再讲这个问题 我们会发现其实故宫 它大致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拉丁十字 但是它跟拉丁无关 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 所以甲方从它的功能需求来讲 一定希望叫做盖成是这样的 这是为什么图拉孟克 就当时因为非常权威 叫停死活把它耗取了 没敢开工 然后找来拉瑞尔 死活要加一个前浪 拉瑞尔没有做别的工作 哪哪都是一样 就只是把这个前面 加了一个一百多米的浪 就是为了满足教皇的 叫停的功能需求 其实这个没有错啊 它其实是在一个核心美学 时代的精英的核心美学 跟这个时代的这个 涨全新层的这个 基本功能诉求 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 西方建设史上 之前之后都没有出现过 如此大的矛盾啊 那么这事儿 我们想如果真的放在这儿的话 你看它这个双轴被衬 对吧 它完全符合几何不变性 这个万神庙大致就是在这个模式下盖子 但是我们知道万神庙 它是万神庙啊 对吧 它是一个圆桌会议 对吧 就是现在我们说 比较公平的这种讨论 是圆桌会议 为什么 因为这东西一旦它是长的 我们知道一般什么 对吧 就是我们电影里看坏蛋那会儿 国民党委员长坐在这儿 对吧 清天白日 对吧 就是一旦是一个这个 这个形态的空间 这个秩序就已经有了 对吧 就是 那要不然如果是恒长的 我们也看到最后的晚餐 就是上帝 平常待在中心 而且它还得 只在中间是不够的 对吧 上一天我们讲了 你还得做一堆灭点 去灭这个上帝 对吧 才能让人看到它是最重要的 那实际上 一旦如果一个神庙是这样的话 异神论在这里会变得非常的尴尬 当然我们就是在上上上上讲的时候 讲拜占庭建的时候讲了 圣索菲亚阿德堂是这样的 但我们不要忘了 东正教是不供奉偶像的 他们是信奉就是摩西十戒的 就在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知道 摩西跟上帝在西奈山立约以后 摩西十戒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是 不得供奉偶像 所以当一个没有偶像的时候 你在一个大空间里面供奉的是一个方向 朝向圣城耶路撒冷 对啊 不管是地底圣殿时期 这个时候 这个教堂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一旦 当他需要有一个偶像 作为一个中心的时候 你又不能把他立在中间 对吧 这个中间你说 我走到这儿来以后 上帝不太方便有背面 这个其实如果我们看看 就是不只是基督教 当然我们一定看不到 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珍珠长怎么样 那么佛教 佛家有很多东西是三头六臂的 他支持什么呀 就是放在中间的 实际上这事就是一 要不然你佛祖一定靠在背后 对吧 这个空间又一次被打错了 他的这个集中的纪念性 所以在这儿 所以我们能理解 其实甲方并不糟糕 甲方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 而且在他们之前 哥特建筑都是这样的 你说突然跑出一帮建筑师来 不是权威告诉甲方说 我们从此不再做这种教堂了 对吧 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没法区分 跟谁的观点更更正确 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冲突 这个冲突我们知道 到米开朗基罗死这个盖丸 这个冲突被并没有被解决 待会咱们在讲巴洛克中心 画通向平面的时候 我会分析一下 为什么说拉费尔的这个平面 是里面最糟糕的一个问题 那实际上文艺复兴大师 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米开朗基罗盖丸的时候 这是佩鲁记的 这个是小桑加洛的 小桑加洛的 这也是拉丁十字的话 就这看起来做的比 拉费尔的那个还要极致 对吧 就这个拉的这么长 几乎是一个梯子形的 后面我们会讲到 它跟拉费尔的那个 较强的核心战品 都是不同的 这两个貌似非常像 但其实我们如果细看的话 他把小桑加洛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 尽管米开朗基罗把他骂在狗血里头 那么他把后垫做的这么小 而且推的非常靠前 这个究竟是为什么 原本最重要的后垫 刚才在拉费尔 他这三朵实在是差不多 不是差不多 一模一样 为什么到小桑加洛就变成这样 那么其实到米开朗基罗呢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对吧 之前我讲了米开朗基罗 他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要求教廷 你必须先把拉费尔那个破前郎给我拆了 对吧 然后之后他死活把那盖完以后 教廷也是耗到米开朗基罗死了 又把那前郎给盖回来了 对吧 在北大大师也跟时间耗不起 那么文艺复兴意味着 这个问题在文艺复兴整个时代 米开朗基罗一死 文艺复兴的这个盛期时代结束了 他其实就是从文艺复兴的晚期 跟巴洛克的时代几乎是交错的 接他们班的是贝尔尼尼 伯洛米尼的这些人 其实就是巴洛克的大师 但是他们都是 就是从奇马图精神上 都是米开朗基罗的弟子 我们看到 在哥特式大教堂 也就是文艺复兴他废掉这种空间模式之前 哥特式教堂 他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模式 就是我上一节讲的 灭脸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拉克尔的雅典学院 实际上 因为所有的人都长得一边高 我也讲西方人比较矫情 实际上他又要排定次序 但另一方面 他不肯像中国人一样 重要的人就画大一点 不重要的人就画小一点 没有中国人矫情说 他为什么是个巨人 这为什么是个侏儒 但是西方人不能忍受 但在这里 这些人个头都差不多 你这要选定他的秩序的时候 拉克尔用的办法就是灭脸 对吧 这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 然后选定了灭脸 这是代表是整个西方哲学思想的起始 那么其实这个空间秩序 在哥特斯大教堂的一个 纵长的这个巴西里卡里面 它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 而且它另外一个非常巧合的 非常吻合的一件事是 当这个基督出现在这的时候 圣约贵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哎 是下课吗 这都有名 进来进来 都没关系 我这不是课堂 所以随便 那么在一个这样的 纵长的空间里面 一方面 先天就有一个极强烈的灭脸 对啊我们看 就之前我们也讲了 哥特教堂几乎就完全是由 坚固扣上 一排一排的坚固 这个巴西里卡就是 反复重复的统一结构模式的这个 那这个灭脸已经有了 而这个灭脸的位置 刚好跟上帝在的位置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整个中世纪 整个一千多年 其实不止啊 从古罗马时代 就是圣保罗开始这个 就是基督教开始统治欧洲的时候 就选定了这种 就是就是 我讲古罗马的时候讲过 巴西里卡原本是横着用的 是从基督教他们开始 再把它给竖过来用 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 它对就整个尤其是 西罗马的这个天主教世界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匹配的这个空间模式 但是到我之前讲的万神庙啊 这事儿 它供万神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那些神明打不起来 对吧 就是你不管转到哪儿 都是 都可以拜拜在里面 它跟圆桌会议的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就在这里面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焦点 因为在这里面之前也讲了 圆啊 就是包括柏拉图形球 chaos就意味着 它完全没有特征 它没有秩序 对吧 就出现秩序的时候 我讲了理想国 基本上是 当你需要强行排定某些先后 来决定某些价值判断 而不由这基本功能的时候才有秩序 在这里面我们发现它完全没有秩序 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统体的空间里面 核心会被往上面引 所以在这里 其实基督教真的是 用这种教堂是有点尴尬 接下来我们看圣彼在大一堂的室内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来了 文艺复兴的大师讨厌乾狼啊 有两个原因 后面我们看到巴洛克的见识都在解决啊 或好或不好 但解决的特别有意思 一个是 它希望在里面有一个万神庙式的大空间 对吧 就是伯拉梦特一开始在中标的时候 他的设计说明就写的气势辉煌 他说我要把万神庙的穹顶举起来 放在和平庙上面 对吧 就是和平庙 要是古罗马时代 到现在为止也是人类世界最大的一个巴西里卡 那么他要的就是一个万神庙的意思 这个叫做中心性 集中平面啊 叫做中心性的统治性的大空间 纪念性的大空间 他要的就是这个 这个意思在哪 在这儿呢 但是我们发现 就其实我们知道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个穹顶 它也达到了42米多 基本上这是三个平的世界记录 就是万神庙 圣彼得大教堂 还有比圣彼得大教堂更早的 佛罗伦萨主教堂 都是42米到43米之间 所以平了这个世界记录 但是我们真的去看一下这个穹顶的尺度 就是我们第一职觉就会觉得 万神庙不大对吧 而且这个空间极其集中 而在这儿我们发现 我们找不到那个集中式的大空间 而另一方面 我们知道哥特式的教堂 他要干什么 他说文艺复兴 大师一方面是想要这个大空间 另一方面 你大穹顶 一旦做出来 它从外部 其实是非常有纪念性的对吧 但如果你前面盖一个 100多米的前廊 基本上你什么也看不见对吧 这个咱们其实都是有 都是有体会的 有很多商业楼盘 就是高层建筑 然后上面会 假不假事的做一个球顶 古典式乱七八糟的 然后炫一个鸟叛图 骗一片甲方的 对吧 其实对吧 其实这玩意儿永远看不见 永远看不见 对吧 当然就是它做为什么 就是设备间啊 电梯楼啊 其实有它的意义啊 但是这个装饰 其实真的是做给老天爷看 就是跟咱们是没关系的 所以文艺复兴大师 当时知道这事儿 对吧 你盖一前廊 我随便坐一个40多米的熊顶 就是后面我们会看到 到一直到十九世纪 就是法国那批工程师出来之前 人类世界上 没没再出现过这么大的跨度了 我死活做那么一个东西 然后你你搭一破廊子 我看不见了 这是不能忍的 所以从内 就是云内云外 文艺复兴大师 死活得要这大空间 但是从内部啊 既然教廷加了一个钱 意味着 你你总要 就是我们做设计 其实有一点注意啊 操作手段一点都不重要 目的才重要 那如果你做了一个 特别典型的操作手段 但你根本得不到那手段的目的 这是一个最 哎呀 就是不能说 不能说脏话 对吧 所以你看 就是实际上 如果你加了一个钱狼 你应该能获得一个 非常清晰的灭点 但是我们看 是女的态度上 这灭点在哪啊 当你想找灭点的时候 你突然看见这瓶领 你想 你想体验瓶领的时候 这瓶领 它又不大显眼 所以圣比特大大堂 它最后虽然折腾死那么多大师 它最终的这个结果 其实 是一个最糟的结果 对吧 我们看到 它一层一层的 哎呀我们突然发现 我也是在 今天 我上次都没发现 上次发现 我就讲了 我也是在被这次课的时候 突然发现 拉菲尔在这画的就是一穹顶 这幅画我太喜欢了 就是 你们也知道 我几乎 我只要 能用这幅画 我讲了无数册了 几乎每一讲里面 都有这个雅解学院 但是我是一直到前天 我才发现 拉菲尔在这画的一穹顶 而且这东西 他们这个像不像 当然这个穹顶已经画了好多年了 所以就是 我私下里觉得 抛开对立面形式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讲了 帕拉蒂奥的题是拉菲尔创始的 抛开对立面形式的推敲 拉菲尔的空间处理 实在是所有大师里面最糟糕的 甚至我觉得 对吧 这是一个穹顶 而且就真的是一个 圣灵的大家堂式的穹顶 以至于我 我这种忠实的范子 到前天才发现这儿有一个穹顶 所以 这个建成以后啊 我不知道 因为据说那个穹顶落成 你看到基罗就死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但这事真的是有点我们看 因为这个穹顶 这个灭脸变得非常的含糊 而在戈塑的大师上 作上他没有穹顶 他有中厅 我们知道有个尖塔对吧 但他并没有制造一个开场的一个巨大的空间 反而在这儿这个灭脸变得非常的清晰 而在这儿所有的灭脸的空间体是被打断了 被一个统治性的大空间给打断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文艺复兴到米开朗基罗死的时候 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是一方面 大师们向往一个集中的纪念性的大空间 这个对大师们来讲并不非分 而且几乎是几代人都在追求的一个目标 这目标在教堂里面实现的真的是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也再次体会到帕拉基奥的园庆别墅有多么的伟大 对吧 唯一一个旁边冷眼旁观的人 盖了一个住宅实现的这个理想 历史总这样 另一方面 作为天主教教堂 希望能有一个纵长的仪式性的空间 这个空间有个灭脸 你给我提供一个在路上可以唱圣歌高呼哈利儒亚的这个 这个距离对吧 不要让我的教众在院里面做这些事哈 所以我们发现教堂的要求实际上也并不非分 但是这俩事真的几百年没有解决 那么到了巴洛克时代 实际上几乎所有自认为是米开朗基罗的弟子的巴洛克 建筑师几乎都在纠结这个问题 这事该怎么办 纠结来纠结去得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这样 总裁一种方案就是圣彼得大堂的这个方案 这个你不能说它不是中心化纵向平面 因为它有中心化 中心化对吧 再有一个呢 因为加雷前郎它有纵向平面 所以我们看它其实在这个图示里面 拼命地在渲染这个中心化的部分 并且有了纵向的部分 但是圣彼得大堂的落成告诉我们 实际上灭点和大空间它会互相干扰 而并没有实现互相加强 再有一个它折腾出这么一白日 你教廷不是希望让中心化的巨大的空间 让它长一点吗 行我们让它长 长了以后就会变成这样 我发现这是谁的空间 赛迪奥的 上一刻我讲了 是赛迪奥让这个 所以在那段时间这是被尼奥拉的 圣彼得大堂它只是一个样子 它是一个实在样子 如雨后春笋般的就出现了这两种屏 一种是维尼奥拉 这是耶稣教堂我们看的 就是一个大穹顶对吧 一个典型的文艺复兴式的大穹顶 后面跟着一个后殿 然后我们看到它有前郎的 这是右边的那个 也就是先被实现的圣彼得的方式 我们突然发现就是这个 当我们看到这个图景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发现 在这个部分 它跟圣所培奥拉大堂的 这个非常的像 对吧 它也有三角层的翻拱的部分 它其实就是一个翻拱的结构 实际上是由四个统型拱 举着一个穹顶 那么会出现三角层的翻拱 那这个 纵然我们可能看不到它的灭点 但是这个中心化的纵向 就中心化的这个大空间 在维尼奥拉这实现 所以我们再比较一下 它跟拉斐尔的这个差在哪 差在这个 所以拉斐尔它拉长了这个 就是希腊十字的那三个币 然后另外一个币拉得更长 加了一个千郎 实际上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是 维尼奥拉它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这件事 它直接用一个更薄的 当然这个穹顶其实也更小 但实际上 今天没有机会讲 就是如果想想上一个拱险的小 哥特建筑已经提供了非常好的范围 所以它一定不是做不小 不是不能做到看起来小 那么实际上 在维尼奥拉这 它的 就四边的这个半球形的这个 这个支撑穹垫 开始变得非常的重要 它违和出这个空间 但是在 在拉斐尔的这个 这个平面里面 我们其实看到 因为它的 几个币都拉得比较长 所以 这个后面并没有参与到 这个大空间的营造里面来 所以它 还有一个极大的不同 尽管这个重景其实远远比这个小 但是它仍然是有集中 集中性和纪念性空间的意义的 但是在这儿 我们几乎看不到 我们去比较一下 那接下来 有了维尼奥拉和 和这个圣比特大堂的 这个实景的比较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小桑加洛 它为什么处心几率的 一定要缩短这一步 我们知道 其实 这个统性梦 大概是这个开枪 而在它这儿 两侧的时候也是这个开枪 它改变的是它后面的位置 为什么 它一定要让这个 灭点的位置 接近这个穹灵 甚至让人认为 这个灭点的位置 就在这个穹灵之下 所以小桑加洛 尽管米开朗基罗认为 小桑加洛完全没有空间概念 但是小桑加洛在这里 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 它开启了巴洛克 后世代的很多思考的问题 就在维尼奥拉之前 因为我前面也讲了 圣比特大教堂的最终的建成 是由维尼奥拉 维尼奥拉 这些人建成的 当然维尼奥拉的 我觉得它对建筑要素的把握 如火成型 但是估计这个家伙 建筑技术不大 据说它盖了四个屋座 塌了三个 都是佛罗米尼在给它鼓 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差别 所以在这儿其实出现了一个 在建筑空间体验里 与在绘画的空间体验里面 极其不同的状况 什么呢 我们看在一个绘画里面 这个上帝其实在前顶 对吧 这是耶稣 但是他仍然跟这个灭脸 发生了极强烈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 我们说俗一点 这张画就是一张纸 那么实际上所有你在里面所构造的 其实在这张纸上是没有灭脸的 所有的灭脸的假象 都是由这些参照性的要素 对吧 他还怕你们看不清楚 光鸡在这画了一个圆 与上帝的头 然后让上帝头挡住灭脸 以制造这个空间的秩序 在这个绘画里面 其实因为人的位置定了 所以你没有机会体验它的真实空间的时候 他只要在这一度空间里面 他不管在什么位置 他只要挡住这个灭脸 这个上帝就已经与灭脸发生了关系 但是实际上 圣彼得大和堂的尝试 他就在做这样一个尝试 这一方面 其实这个东西是在的对吧 在这里面 这个纵长的在灭脸的空间 其实是有的 另一方面 这个纪念性的空间 唯一复兴大师希望用这个空间来纪念上帝的 后面同学可以进来听啊 而且你们可以随时走 这个 不要怕 站在同学挺辛苦的 有一个纪念性的大空间 当他们俩夹起来的时候 是圣彼得大教堂 但是问题来了 他和绘画最大的不同是 并不是那个纪念性的大空间 只要出现在灭脸前 它就有效了 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空间 所以在绘画里面推敲的精良的问题 到了圣彼的大堂 它的问题变得非常大 这是为什么小桑加洛斯 我要把这个面点推到这个大空间前面 一方面 他不希望这个大空间是截断了整个对 对透视关系的提示 那么另一方面 当他们回忆的时候 它是有相互加强的作用 它也许是有相互加强的作用 因为小桑加洛的平面并没有被实现 但我们看拉贝尔平面 它其实只是简单的 在一个希腊十字 延长了它其中的一地 但在这里面 同时丧失了这个纪念性的大空间 以及它的潜力 那么这个城市我们看到 其实一直推到维尼奥拉 推到其实在更早小桑加洛斯做的城市 只是没有实现 其实基本上我们看到了 希望让它合一 但在这之后 其实仍然是 这两点并没有真的合一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看它已经很巴洛克了 它真正成为巴洛克时代 非常重要的场势 当然我们发现 我们后面会看到 那这些大神走着走着走丢了 但走丢了没问题 关键是 如果你迷路以后 去了一个同样有意思的地方 这事走丢了是值得的 我们看 原本椭圆形的神庙 并不被作为神圣的神庙平面的这个模式 被提出来 所以在之前我们讲 在阿尔贝蒂的所有的平面形态里面 在这个维托如威的 那么几乎所有的古典的这个平面里面 我们看不到 在正统的建筑学里面 有最原型平面的产生 因为它触犯了柏拉图形里面 最基本的那个药物 它哪哪都不一样 而且它太不一样了 那么实际上是从上一讲我们讲的 这个赛利奥开始 赛利奥干的一件特别猛的事 是它 它声声用 用川新元的这个 这个作图 把统圆形神庙给解释了 但是也是从它开始 任何建筑不必做的炉火春青 只要你有本事把它解释了 这事好像也还不错 但是 再说小朋友不要学 就是真的如果我们要 就是要提高自己个人的专业修为的话 我希望大家学会的最后一件事是解释 因为 其实很难去分 当你有本事对甲方解释 你特别容易说服自己 当你很容易就能用嘴说服自己的时候 你的手就再没有几个提高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赛利奥 他作为大师就是 他这事干的最好 他用川新元的这个作图 把统圆形解释了以后 统圆形神庙成为可能 这是其中一个他的攻击 开启了 其实我们看到 一直在说 巴洛克的这个建筑时代 是在 是在革命 是在推翻文艺复兴的这个传统 就是我们会看到完全没有 他们都是希望接续文艺复兴的传统 所以是在赛利奥的解释以后 巴洛克的大师才敢用椭圆形的平面 而且他们只敢用这种椭圆形 但是我们知道椭圆有很多种椭的方式 但是你们去看 在整个西方古代建筑时代 几乎只有这一种地位的椭圆 而且我们知道它其实不是椭圆 椭圆不是做出来的 但是赛利奥开了一个头以后 这事变得特别有意思 巴洛克的大师们 越玩越嗨 他们开始就在玩这个游戏 但是第一个这种神调是维尼奥拉建的 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这个神调 那么玩嗨了以后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瓜里尼 就是巴洛克的四大天王之一 那么我们看到 发现如果是適合人 如果这都行 那有很多东西都行 所以瓜里尼用了一个圆格网 对吧 椭圆形之所以可以神圣 是因为它跟圆有关系 那圆可以让它神圣 它可以让很多东西神圣 所以瓜里尼用圆格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平面 特别可惜不知道这个神调盖成什么样 但是没有关系 所以瓜里尼还干了这笔一事 我发现椭圆形可以用了 尤其这种椭圆形可以用了以后 咱们不是中心画纵向平面吗 这是一个中心画的纵向平面 每一笔都是一个 然后我还用它连成了一个 然后我们突然发现 以一个非常猛的方式 瓜里尼把巴洛克时代 两种方法的探讨给合一了 但这个合一并不巧妙 但是每一个中间单元都变成这样 但所有开启这个要素我们要记得 是塞料 以及对圣里德大教堂的解决方式的讨论 但是走着走着我们发现到瓜里尼这 已经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所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为了手段忘记目的 都没有问题 关键是你能获得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回来看看这个椭圆形 这是贝尔尼尼的 实际上 那么 巴洛克时代的最重要的这个椭圆形神庙 来自于贝尔尼尼 实际上微尼尼尔拉之找不到了 那这个非常典型的它 我们从笔记上也能看到它来自于佐基尔的这个传承 后面我们还会讲到 但我们发现有一个特别逗的事 原本巴洛克时代讨论这事 你看 这是要竖着用的 因为教皇说我要一成的 然后老师说我要一圆的 最后学生弄出一成圆形的 但是到贝尔尼尼这 他横着用了 对吧 我们知道从古希腊就开始有了 就是巴西利卡这种空间模式 然后一直到 到他们刚刚结束的 圣米的大厅堂时代 好容易把这东西扭过来 阿洛克又把它扭回去了 究竟为什么 待会我讲完摄影几何 大家自然就明白了 以及他前面为什么是一个圆形 照理来说如果笨想的话 如果是我这种笨建筑师的话 这个是左圆的 我前面他不通常我会做成左圆的 后面我们会讲为什么他要做成圆的 但这个左圆形的神庙终于有了 有了以后接下来的问题 也挺讨厌的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圆形的神庙 我们一进去马上就知道它是圆形的 这是因为他抽象 对吧 就是我们讲古埃及的时候 就已经讲到抽象这事 你不用想 只要抽象的东西 人一定认 这个是西方先人用来对抗流变的世界的 这个关系 那么一个椭圆形的神庙 谁知道它是什么形状 对吧 你只知道它圆不圆 但是赛利奥好容易提供了一个 用圆形来解释椭圆的这个方式 然后你人进来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形态 这个是不能忍的 所以这事其实带来了巴洛克时代第一个通目 就是说你的神庙一旦形态不符合伯拉图行了以后 人进来不知道它是什么形态 这个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发现 当我不知道一个镜头平面什么形的时候 因为什么呀 有很大原因是因为什么呀 是因为人站在地上 他离地比较远 因为有一个透视变形呢 实际上因为人的个头是很有限制 建筑尺度很大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很少有 尤其是就是你们谁能看得到这个空间的具体形态 是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挡着 然后你跟这个地面的形态是很扭曲的很厉害 这是圆的没关系 我们有一判断 这判断会出现偏差 后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偏差开始困扰巴洛克大师 到后来巴洛克大师已经可以驾驭这个偏差了 所以看地上的东西看不清楚 什么时候我们能看清楚一个建筑的平面是什么形态呢 当我们飞起来的时候对吧 就叫鸟看对吧 一旦是我们飞起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视野拔高 但是因为重力的关系我们没有这个机会 这时候怎么办 贝尔尼明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 尽管我们看不清地面是什么形态 但是这个眼孔其实是墙面竖直的 与屋顶水平的这个跨度交接的 它会产生一个确定的形态 这个形首先它跟地面一样在勾发这个建筑的空间平面形态 大家能理解吧 还有一更好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面对那个眼口的时候 面对这条线的时候 我们的关系跟飞起来一样 对吧 假设如果这个是地面的话 我们现在基本都是一个上帝或者天使的姿态来面对这个 然后我们更能看到这个空间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这个时候贝尔尼尼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 他发现用内部的眼孔 是可以说明这个建筑的空间平面形态 有点绕啊 空间的平面形态 所以在这我们看到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呀 他先把属于强体的部分和属于情景的部分 用色彩材料要素就给一分为二 对吧 接下来他就开始构造这个眼孔 所以在巴洛克时代 我们见到最多的是蒋古夏儿所讲到的齿形眼孔 齿形眼孔其实是艾奥尼建筑的 这个其实是锁定的装饰要素 它原本来自于逆量平顶的这个结构模式啊 对吧 大家还记得那一讲 但是当它被用在室内的时候 它其实 它已经完全不只是这个建筑的空间 这个结构形态了 对吧 因为实际上 只有这个密粮的粮头 往外面积出来的事 对吧 我们不能想象 如果一个粮从而往里面积出来 对吧 就是无知的人还敢在里面待着 种结构的人可能就先跑 对吧 但是在他这没关系 它只是一个要素 它为什么要选择 但是在这我仍然看到 巴洛克的大师从来过不来 他一定选择一个已有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在线的时代啊 一个非常接近古希腊的 接近唯一复兴的时代和操作方式 他选择的这个是为了什么 这是伯罗比尼的 伯罗比尼是 传言是 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贝尔尼的学生啊 因为他们俩一起 完成了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个施工的收尾 以及圣彼得大教堂里面几乎 当时我们会看到贝尔尼尼的这个雕塑作品啊 他的第一身份是雕塑家 就几乎他是米开朗基罗之后 罗丹之前 人类雕塑史上最伟大的雕塑大师 但是这个很难讲 因为伯罗比尼的这个建筑 建筑的造诣恐怕高于他的恩师 而且就是 我在看这些还挖到一些八卦啊 找到有一封伯罗比尼写给贝尔尼尼的信 信主要说的是 就是我在圣饼的大教堂里做的那些建筑的工作 都被灌了你的名字 有签名权啊 现在也有这种事 都被签了你的名字 这也就算了 你还吞了我的设计费 这事儿说不应该啊 咱俩关系就起码 就是愉快地合作了七年 就是说 就是最后 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发现这封信 发现还是钱的事 那么 这师徒两个 实际上 但是就是他们的实诚是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 巴洛克时代几乎是最经典的一个教堂 就是这个经典是在教科书上 如果说 几乎所有的教科书 如果说你只让他放一个巴洛克的建筑 放的一定是波罗比尼的 圣卡迪诺教堂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在这儿我们看到 贝尔尼尼选择了一个齿形眼口 而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把这个眼口秃得特别的远 但是最早把眼口秃得比较远的 制造一个大宣讨的效果的 仍然是米太郎结果 但是它是在建筑的外面 就那个当时看起来挺吓人的 但是更早的时候 阿尔卑蒂就揭穿了这个 就这个戏法 阿尔卑蒂就提到过 有很多在眼口 薄薄的眼口上 站着的巨大的大理石雕塑 其实是石膏像 外面抹了一层 那个大理石的这个 会将打磨光法 但是就最早做 做出条很大的眼口的是 米太郎基罗 那在贝尔尼尼里这儿 我们发现 它把这个眼口向内吐了 但是一旦向内吐了以后 我们刚才清楚 一旦一个内部眼口 非常清晰的 光发建筑形态的时候 巴洛特大师的空间 已经被解决了 那么在最典型的 其实是在 伯罗米尼的圣卡尼诺教堂 这座巴洛特 最经典的教堂里面 我们看 它的这个平面形态 其实更古怪 但其实一点都不古怪 这是一个圆 这是一个圆 这是一个赛利奥式的椭圆 这是一个赛利奥式的椭圆 中间卡的一个赛利奥式的椭圆 它的这个平面形态 是这么高的 对吧 这跟挂利尼的圆根网 30号的圆根网 其实一曲同工 但是它做完这事以后 比椭圆形的这个平面 它面对了更大的焦虑 这玩意儿你进来 谁知道它是什么形状 对吧 所以它死活也要在 颜口碗里说清楚 我们看它用的 就是齿形颜口 所以我们先知道 为什么要用齿形颜口 因为它进进出出的 它这齿形非常的复杂 它可以把这个颜口线 钩得非常的浓重 所以都说巴洛克的建筑 堆砌各种各样的装饰材料 但是我们看 它在底下有多干净了吧 它几乎实现了前面 就是我们讲过 帕拉第奥在建筑四书上 曾经提到过一个 白色神庙的理想 对吧 那我曾经斗胆讲过 那个白色神庙的理想 到科夫西耶的时代 才被实现 其实没有 到伯罗比尼 这个白色什么样都有了 它有多干净 文艺复兴很少有这么干净的建筑 但它为什么要干净 但我们再看它的天空 拍这张照片的是个行家 是个大行家 我们看到 在这里面 首先 所有的这些中式要素里面 这个线性的演讲 为什么到巴洛克会出现 非常丰富的水平性的线角 现在很多人做巴洛克 也会玩命的做线角 线角是干嘛用的 巴洛克大师就是用它 都这个领面用的 而且在里面有 非常黑的一条线 就是这个纸形 进进出出的 所以在这儿 一下子我们就看到 马上就看到 这个空间的形态 是一个有几何控制出现的 所以这里最狠的什么 出于这个透视的关系 我们看到这个圆 这个圆 这个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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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卡得非常地清洁 所以我们也能理解 它其实 伯洛米尼 为什么要花样 翻新的 做不同的 穹顶和宏顶的 这个 这个风格和伪样 它就是要区分 所以在所有的 这个游股 游园 在勾化这个 几何边界的位置 它们全部在做现象 然后在里面 其实相当于像 我们跨西地填充的呀 填充成不同的 骇尺 然后在这之后 这个其实 它同时是这一张 这个神庙的平面的 构成的 飞行 一目两面 所以有了这个 我们再看看 它当然要削减下面 要让你所有的注意力 都停留在这个上面 并且把这事说清楚 所以巴洛克的 时代的神庙的平面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形态被扭曲了 第一 他们仍然非常执着地 在试图遵循 文艺复兴大师 所留下的 所有的 古希腊的 几何生成的模式 而不希望它是一个扭曲的东西 尽管貌似扭曲 但是它希望说明的都是 这个生成的形态 遵循所有 欧视几何的原理 虽然瓜里尼的 那个 原根网都没盖出来 但是我们看 伯洛比尼的 圣伊沃教堂的原根网 每个盖出来 所以在一个这样的平面里面 它的平面就是这个 因为有这个岩口 我们看它 勾画的锅目清楚 我们看到一个圆 两个圆 三个圆 圆根网 以及这个正三角形 所有 甚至在文艺复兴大师里面 就是大师他们 他们那么处心积虑地 把它做得几何 他们也没有本事 像巴洛克的大师一样 那么轻浮地告诉 告诉人这个教堂的形态 什么样 对吧 所以他们才跟那些 才跟甲方吵得不可开交 对吧 这一甲吵了一百多年 但是到巴洛克的大师们 这事儿迎刃而进 而用的是一个非常古典的装饰要素 就是岩口的线角 它没有发明任何东西 但是有了这个以后 这个平面可以被塑造得非常的清晰 但并不要求它的几何形态足够简单 这是复杂的前提 当然就是仍然有大量的 巴洛克的这个形态 只是复杂 以及后世的不争气的建筑师 会学着他们扭曲 但是优失了最重要的情况 当然一旦有 每个时代 每一个学科都是这样 有几个精英 当他奠定了这个基调 和最主要操作手法 总会有不成才的建筑师 当然这里面不成才的 当然也都是大师了 会去学那些皮毛 而买毒还猪 而放掉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知道 岩口突出 以及做的这个形态复杂 是为了在内部勾画 这个建筑的内部空间形态 对吧 一旦他被用在建筑外部的时候 这事其实就白大了 但是紧接着在巴洛克这个时代 就开始 大量的建筑外部的这个岩口就出来了 是因为那几位精英 贝尔尼尼 伯罗米尼 瓜里尼 他们都这么做了 所有巴洛克大师就都开始把岩口吐出来 而且打着米开朗基罗的旗号 所以它造成了 到现在 在巴洛克建筑中 它内部岩口的意义 其实远远被掩盖在 大量的不成才的建筑师的这个操作里面了 这是为什么当我不了解一个学科或者某一个领域的时候 我会去盲从那些最经典的大师 被历史 被证明的大师 但是并不意味着 并不意味着一个岩口被用在外部 它就真的会失效 当然用在外部 它想要产生描述建筑形态的这个作用 其实会变得非常的难 当然这也惦记为什么 四分拳圣卡利诺教堂是巴洛克时代最典型的教堂 伯洛米尼真的在外部 通过岩口的方式的 勾画出了这个教堂的空间形态 那我们看到 又回到这张平面 这个平面在内部已经 它内部的形态已经解决了 那么它在外部 我们看到其实真正这个核心的 礼拜堂的这个中厅的这个大空间 其实在这边它完全不显示外部 对吧 之前几乎所有的这个教堂都是内部塑造空间 同样在同一层皮 它会形成外部的铁量 但是在这儿我们发现它其实 它是一个 这个形状的钉被卡在这个 这个空间内部 所以从外部显示不出它的形态 这个空间唯一一个和外部交接的地方 就在这个位 但我们发现 其实它在别的方向 非常的典型 就是一个非常唯一复形式的这个 这个理念 只有在这一角 接触的部分 我们发现 伯洛比尼让它变得非常的柔软 这不是有个圆吗 好 我让你鼓出来 这个时候当一个鼓出来的时候 你需要 你需要一个要素来勾化 它在外部鼓出来的是一个什么形态 对吧 以及起码 在有这么多注视 有这么多堪的前提下 就实际上如果没有这条眼口的话 我们不知道它是鼓出来的 但恰恰是有了这一道眼口 我们发现 它又是一个 齿形眼口 而且这个眼口突出的非常大 但我们发现没有 它只有在这儿突出了 而且它几乎这个立面 跟旁边的立面是脱开的 它没有生成一个自然的砖条 它要用来说什么 它用来告诉人 这个神庙里面的空间是鼓出来的 这个有机会再说吧 有机会我讲科普希腊的时候 我会讲到透明性 这个是一种现象学的透明性 那么它直接意味着从外部 就让你知道它内部的某些特征 它仍然用好了这个 而在这儿我们看到一个真是有趣的 因为所有的这个神庙 从唯一出现开始 它几乎都会有一个三角形的山花 对吧 这个是一个 那我们看到 其实这是有的 当然就是在一个人事点 这个山花看不见了 但是唯一层大 必须要让这个三角形的山花有 但这个问题出现了 一旦这个立面是一个 曲线形的立面的时候 这山花该怎么办 山花只有两条路了 一条路是 它跟着这个曲线一起扭曲 但这个时候意味着 波罗米尼不止扭曲了这个平面形态 它也扭曲了它前辈 它希望所遵从的古典要素的形态 这是它不能接受的 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 出现了一个非常点 因为在这儿其实没有山花的 对吧 这个眼口可以是自由形态 而在这儿当出现山花的时候 我们发现 它非常自然地用一个 赛量 以及在米唐基罗时代就被 引用过的要素 是被打断的眼口 眼口打断了以后 它镶嵌了一个文章顿 文章顿前面我们讲过 从中世纪开始 军事要塞的时候用的 是塞利奥把它引进了 现在怎么叫 叫做民用建筑 对吧 民用建筑的这个立面要素里面来 而在后面 这个三角形的山花 可以得以保全 它打裂了其他被扭曲的要素 而保证古典要素得以保全 柱子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几何不变性 是一个特别牛的东西 因为它是圆的 所以你爱怎么扭曲 我都是正面 所以接下来 当伯罗米尼在圣卡利诺教堂 打断那个山花的时候 我们要重新回顾 之前讲过的赛量 我们看到 相同的空间 可以用不同的物质形式来实现 对吧 因为空间 我还记得包老师曾经在 就是我大一的时候的课里面 曾经生次历劫的说 建筑师要做的是空间 它是空的 它不是那堵墙 而是它所维合的中间部分 它是属于虚空的部分 但它并不是没有 所以他说是需要维合 所以相同的空间 是可以由不同的物质表皮 维合起来的 这个没有问题 而建筑的体量 几乎就是它的物质形体本身 对吧 比如说我这个人 我其实身体是有内腔的 我的内腔 其实是一个空的 对吧 但是你们看不到我的内腔 你们看到的是我的外部形态 你们只能看我是黑是白 是操是细 对吧 有毛没毛 但是你们看到的 一定是我的材料和形态 这也是阿尔贝蒂在论雕塑里面 讲到的一个雕塑就俩东西 对吧 一个是形态 一个是材料 对吧 那作为空间来讲 多一个一个是形态 一个是材料 还有是中间的那个难以凝撞的东西 所以建筑的外部形态 它面对的一个比内部多一个的要求 是它不但要解决它是什么的问题 因为空间是是什么本身 它还要解决这个外部形态像什么的问题 到现在也是 甲方仍然他会很习惯的说 你做这东西 他像个啥像个啥 而且原本是一帮想象力非常低下的人 就一旦他看到一个建筑师的平面图 或者秒看图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象力 喷过而出啊 他会像各种恶心的东西 那么在这里 其实任何时代的建筑师面对的 就是都是 建筑师从来没有长进过 但甲方 所以我们没有权利要求甲方长进 那么 所以当我们发现在内部一个眼口 其实就地地道道地解决了的问题 一旦到外部 它面对大量的问题 注视的问题 眼口的问题 眼口可以扭曲 但是在碰到山花的时候要打断 打断以后不知道该怎么交接 对吧 这个逼着伯洛比尼挂了一个文章盾 去挡住他的交接 我们还在外部 他所碰到的问题更多 所以他引出了一个几乎可以认为是结论的东西 这个不是我提出来的 那么所有的巴洛克的建筑 它的核心 通常都在内部 而且陈志华先生在他的外建室里面甚至写到 在这个时代的建筑通常在内部是巴洛克的 而在外部是古典主义的 所以在这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大量的 其实在伯洛比尼这就是他没有用任何非分的东西 我们发现通常来讲建筑师在勾画这一个建筑形态 建筑要素的时候都是他的外部形态 包括他的注视 对吧 这个是帕拉蒂奥姆迪 是拉菲尔发明的 里面那个区埃 这个阿尔贝蒂的 维一部形建筑最基本的这个构成单元 美学空间以及结构单元的三者合一 那么他我们发现 他都是一个外部形态的构画 那在这些形态里面 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巴洛克的大师们 如何执着地 让这些任何一个要素都是地道 巴洛克的大师真的大小 这做出来的东西 这个是芒萨 巴洛克非常重要的大师 他盖的教堂 这个教堂首先呢 就是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当然就是这个 已经不大容易勾画了 它的这个是一个两层的 当然我也不清楚 它是先有了两层才有这个比例 还是因为先有了一个比例 它才要求它两层 总之它底下是两层的 这个时候两层的 就是它遇到 我前面说高层建筑 你上去盖一层顶 如果是高层建筑 你死活是看不着的 对吧 那么其实他也碰到这些问题 唯一复兴喜欢什么呀 喜欢两样东西 一个是三角形的山花 这个东西来自古希腊 对吧 另外一个是穹顶 来自于他们古罗马 就是意大利人的这个 这个直接的先人 所以这两个东西都要有 而且这个穹顶 对吧 就是芒萨尔他们的老师们 对吧 柏拉梦特米康基罗曼 告诉学生们说 一个建筑它的外观 主要要是一个穹顶对吧 为这事我们已经跟教廷 抗争了一百多年 你们千万别丢了这个传统 巴洛特的大师们特别听话 那得看见这个穹顶啊 那怎么办啊 前面这个突出来的 这穹顶将军 而且从米康基罗死了以后啊 我们知道从米 就是伯罗乃列斯基出生 欧洲人才知道 怎么盖一四十多米的穹顶 到米康基罗死了以后 欧洲人已经不知道 怎么盖那么大的穹顶 所以他们的学生们 在技术上完全做了 那么大的穹顶 所以这穹顶只能小一点 对吧 穹顶一旦小了以后 你说一个两层的这个 其实这真实高度 一定不止两层的 你死活看不见了 这个不听老师的话 他们真很害怕 所以你看他 逼极了 他做了一层事 就是唯一不听的时候 就是穹顶下面 就是古座儿 对吧 那古座儿 在那个时代 是用来完成一个谈别爱多的 那在这儿好啊 谈别爱多也是两层 对吧 我死活把这个举起来 让你们看见 你不能说我没穹顶 对吧 这事解决了 接下来 他们要穹顶解决完了 对吧 他们要解决另外一件事 是要让这个建筑的地面 像一个古希腊的 这个带山花的 一个帕青龙的样子 这事囚死个人 你会发现 这个整个建筑平面的状态 也别在两层 他在这个比例下 如果这个宽度 按照帕青龙的方式 做一三角形的山花 就是一个问题是 这山花又把这穹顶给挡住了 再有一个问题 你哪怕这山花挡不住穹顶 他们希望什么 这个穹顶要像万神庙一样 要像圣彼得大教堂一样 它得雄魂对吧 它得大对吧 但你想 如果是一个这么大的山花 卡在这 这个东西 它实在是没有纪念性可言 对吧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货货 所以 你不能做一个 像一个古希腊神庙一样 做一个这么大的 三角形山花对吧 那这个穹顶就很可笑 所以 它第一件事呢 要让这山花小 但是你要符合古希腊的比例机制 对吧 从波鲁乃列斯基 开启了文艺复兴 就是为了 不管建筑什么样 这个比例机制不能变 对吧 所以我们看 巴洛克的大师特别听话 所以 一件事的话 这砍成两半啊 也这个不算 这开间从这开始算 这就可以小一点 但是即便开间从这开始算 这个横项笔终于有点像潘基农了 对吧 这个山花还是不对 所以 它死活 山花它觉得这么大合适 它干了什么事呢 它让这个折正 开始退进来 从出来 折到最前面这一间这么大 该于这么大 山花终于合适了 而且山花充满了整个开间 这个时候 突然这事 对吧 这个才是这个开间 而后面全都是退过去的体量 这事终于解决了 对吧 就是咱们都操作的过程 咱们都替它捏一把汗 你看为了实现一个典型的要素 它要做多少工作 所以这个真的不是你 你买一份图级 做几个古典要素 我们就可以声称它是一个古典的 对吧 我们会发现更难声称它是一巴洛克 所以在巴洛克时代 开始出现了大量这种 在平面上有大量褶皱 退进退进 但是它最终它会拱出来的 一定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一个开间 但是一旦这个开始出现了 这个之前非常迷迷在外部 它所制造的这个眼口 就开始用来说明这个外部形态 究竟是 对吧 就是这个其实在说的是 这是一句什么话呢 我这东西特别地道 它不是没有 所有东西有 所有比例都对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不合规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巴洛克的他的 这个 我阐释了这个设计过程 我们发现 他应了一个词 这也真是委屈求全 我们看见 它屈的是这个平面 它全的恰恰是 那个古典主义的要素 所以到德拉波尔塔 这是前面在定义里面 见到的一个巴洛克的顶尖大师 我们在这看 这是赛利奥提出的建筑主义 我们发现 它其实每个主义 要素意味着什么 它一定是从整体被裁开的 它独立存在 并且有它成立的价值的 当然这个建筑美学 其实从维特鲁威开始 一直是在说 其实建筑的美 它的和谐 来自于 尤其是对于比例 是来自于不同要素的 巧妙结合 其实是它结合方式 但是到巴洛克时代 真的是顾不了这么多 你看 大量的教堂 不可能像圣体的大教堂 获得那种体量的这个模式 所以 教堂开始普遍性的 被分成两段 上面那段 会遵循 典型的 对吧 如果真的 按开家三段式的话 如果你看 你去掉中间的这个 我即便你用居住式 对吧 首先柱子就出问题了 如果真正按照 即便是 一比十的组合柱式 从这儿出到这儿 这柱子得什么样 好可怕 对吧 然后再有一个 这个比例的 这个 现在的弱智建筑 其实都很难做出 这个比例的 古典要出来 何况是那个时候的大师 他不能忍 所以他一定要用一个 极其强烈的 这个 出条的眼口 把他上下 截然分成两段 但是一旦到这儿 我们发现 他仍然跟这个 帕皮农的比例 是有出入的 所以 但是 我们知道 可以怎么干 让他褶皱 我们知道 但在这里褶皱 我们发现 他甚至还像 帕皮农一样 是大颗图的 但是两两一组 松露式出现了 然后在这儿 我们会发现 他每一段 我们看 三量化的这个图 其实它是一个 抛段的 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个要素的 我们看这个 它在建筑里的 抛段线 居然 跟这个绘制线 是一模一样的 通常来讲 我们会将它 做成直的 既然你褶皱出来 它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抛段线 它要强烈地表达的是 这个是被抛段的 而它不应该是被抛段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发现 你任何 一部分被抛段的要素 你单拿出来 都符合赛料 提出的固定要素 给你发动 而它们被组合在一起以后 你会发现 它的比例出了问题 但是没关系 老子已经抛开了 它就是这些要素 在叠加 对吧 我还怕你不知道 是抛开的 所以我把它抛成这样 你如果还不明白 那就不要谈了 但后面我们也会讲到 我们会发现 它越来越倾向于 是给行家看而不是给大厂看的东西 越是行家越能看到 我们看到 这东西完全就是 就是这玩意儿被翻过来了 对吧 它在一个建筑立面里盖了一个祥土 所以我们发现 其实当巴洛克的大师 让这些 让这个建筑很多要素断裂的时候 不是因为他希望它断裂 而是因为他已经开始没有办法 让这些典型的建筑的孤立要素 能够严格地引古希腊 以及文艺复兴的大师们 所主张的比例方式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宁愿 他们宁愿让这个建筑锻炼 也要保全这个要素 所以在这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 画的是贝尔迪尼的 所做的一个圣刊 我们看到这个圣刊 它其实是一个 鼓出来扭曲的 对吧 但一旦扭曲了 三角形山花就会碰到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贝尔迪尼那么贝 他老是碰到 就当他的这个平面扭曲的时候 他老会碰到山花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看到 他这个时候仍然是把两边的这个 眼口踩起 以保全这个山花 这个时候 他不管是这组注释 这组注释 还要用这些山花 他都是地道 都严格遵循古典法则 而这个组合 我们除了看到断裂以外 其他东西都是地道 所以这个是 为什么我说 巴洛克建筑是谨小慎微 他们 他们或许隔了命 但他们不是为了 隔掉文艺复兴的命 他们真的是想延续文艺复兴 才做了这么多事 所以在这个时候 当我们再回来看 波罗尼迪的这个 他的断裂的时候 或许我们能看到更多的苦衷 以及他所必要的延续性的部分 当然很多东西一旦到了东欧 之前我们想割策的时候 一种死法 一旦到了东欧 这事开始变得非常的古怪 这个是在圣比泽宝 我们看 这个虽然分成两层了 阿哥哥人盖的这个开尖 仍然是不对劲的 对吧 他这个 我们很少见到这种开尖 对吧 当然所以他做完这个以后 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看他 他仍然就是很古典 做了一个三角形的山花 做了一个弓形的 对吧 就是符合米开朗基罗 开始就是让这俩东西 但他一旦把这放上来以后 这个三角形的山花 和这个弓形 以这个比例 对吧 就那个时候 训练有度的建筑师 一旦看到这个东西 他其实不大能认的 他忍不了他怎么办 他这个结构开尖 在这摆着 对吧 我们看 他用的办法 仍然是断定 他把两边打断 这是一根柱子 柱式 带着一个弓形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柱子 一个柱 带着一个弓形的一部分 它仍然是让这个 古典药素和中间的 这个开件部分脱开 让每一个部分 都能实现它原本的力量 而你不要推敲我的整体力量 对吧 所以到这儿我们发现 巴洛特的大师们 到这儿 就是他们顽强地希望 保护古典药素 不被改变的 这个已经进入了 在设计手法上 已经进入一种 抬杠的这个阶段了 对吧 就是说 比利是不对 但你不能说我不对 对吧 就是 所以 这里特别好玩的是 断裂的手法 使得 就被引用的 这个经典要素 得以独立的片段呈现 因为独立 也就确保了 其原本具有的合力性 在重新拼接的过程中啊 他们似乎规避了 相互间不同的来源的冲突 正如 这个舒尔茨啊 他是写 他是研究巴洛特建筑的 顶尖理论家之一了 他的书 国内是有中文版的 就那方本的系列的 那个巴洛特建筑 是舒尔茨写的 就是他的总结是 是对说服的强调 与形式的综合 对吧 就是他 他其实除了综合形式以外 他一直在说服你 我这东西地道 就是地道 这种说服 只达成了语义逻辑上的成立 甚至只在专业的知识层面上成立 对吧 那一个不懂的人 对吧 他也不知道这个 独立片段 这个要素是什么样 你看这东西 就会觉得不像 对吧 就是实际上 我们会发现在这里面 他出现一个非常古怪的状况 是越懂行的人 就是他越能抬得起这个杠 他越能看得见他抬的杠 但是一旦你不懂古典法则的时候 你就看不到 设计师做的这些东西 所以 这个 是一个原因 导致了巴洛克建筑 受到了极大的指摘 但其实我们也看到 是因为 后面巴洛克的 在伯罗比尼那儿 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 他非常巧妙的组合 包括用文章作 包括断裂的交接 以及他的严可的处理 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 但是大量的巴洛克的建筑师 真的只在抬杠 所以他们 是盖给行家看着 仍然是值得商榷 但至少 他使得巴洛克的建筑师 从中得到了操作的标识 借用彼得莫里 彼得莫里是写唯一复兴建筑的 就是他对手法主义的评论是 这种对于受过教育的人 甚至几乎是专业人士 在欣赏上的期待 又一次成为 手法主义艺术持久的特征 这个也印证了巴洛克建筑的操作 实际上 他直接来自于文艺术兴 手法主义的后 所以彼得莫里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他甚至有点伤感 他提到 他说当米开朗基罗 发明那些新形式的眼口 筑顶或基座的时候 是一回事 而当那些不怎么出名的艺术家们 自由地不齐后臣的时候 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巴洛克本身并不差 他是被以前很差的人做差的 其结果是 使那些能够看得到 他们作品的人 可以自由地举模仿他 逐渐地 他们的作品中的那些装饰 比其说是一种理性或法则的显示 我们看到 其实原本他来自于对法则的追求 莫如说是一些怪异图形的堆积了 所以接下来 一旦到了堆积 我们会讲讲扭曲 但是巴洛克的扭曲 它并不只是扭曲 巴洛克的扭曲 它来自于 仍然来自于西方古典建筑的正统 也就是维特鲁威在建筑石书里面 他曾经提到 我们讲了从伯拉图开始就特别讨厌一件事 都近大远小扭曲 透视扭曲 对吧 中文人特别喜欢 不以警惕 中文人觉得太棒了 新人觉得太可怕了 所以这个维特鲁威就是他在建筑石书里面大量的提到伯拉图的法格 包括他的书了 所以维特鲁威也继承了西方人就是在文化上以及美学上的所有的特征 他说一个建筑明明盖成了一个正确的形式 而看的人却把他看错了 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 所以 不是二贝蒂 维特鲁威提出 建筑师有义务在建筑里面校正这种错误 所以就开始出现了一种手法 是建筑师在建筑操作里面 针对人的透视扭曲 去对建筑形态做校正 其实我在讲古希腊建筑师已经讲到了 他针对这个就包括他的这个柱其实是有这个侧角的 以及他的这个基底 他是古前都是用来对抗人的这个视觉习惯 但是之前做这些事呢 基本上就只是定性的 并不能定量 你知道近大远小对吧 往远处都能做大一点 这样他就显得近了 但实际上是到巴洛克的时代 几乎所有的这个学科都只向着一种方式 而这种方式刚好 最完善最彻底的解决了 为他们会提出的问题 那么在艺术上 这是我上次开的另外一本书 是沃尔波里 他提出对整个艺术史和评价都非常重要的一组概念 在绘画里面 其实不止绘画 雕塑和这个建筑里面都有 当然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看他图绘的 以及线描的建筑 是因为他真的这方面一般 就是树叶有专攻啊 但是他有个学生叫做吉迪翁 是现代土地时期 几乎最伟大的一位建筑评论家 那这是后话 那么沃尔夫林提出 在整个艺术史上 其实时间不分先后 同时有两种表达的倾向 表达的作用 一种是线描式的 一种是图绘式的 线描式的 表达一个物体 它的空间存在形式 它的形体为重点 那么实际上 它的这个就是绘画呈现的结果 不止对视觉负责 所有的绘画一定对视觉负责 它还对触觉负责 因为形态并不是用眼睛能看得全的 对吧 西方的立体主义就来自于什么 我能看得见你正面 我看不见你背面 所以我不能说我看见了你 我就获得了你的形态 但是线描的形态 其实是让人更多的能获得 用触觉才能获得的这个形态的感知 那另外一种是图绘的 其实网上的摩扫 这种图绘的表达 其实它只对视觉负责 它会远离触觉对形态的把握 它只是给你看到光影和关系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 布隆其诺的 它也就是一个线描的 对吧 没有任何人是可以 审视一个图像 一个真实的图像 到如此事无巨细的状况 但它其实我们发现 它用各种线描的方式 它在勾画的什么呀 勾画的是这个刻体的 它的形体存在方式 而色彩在很大程度上 只是用来区分这些形体 以及表达一些材料的特征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 就是一个人其实很难这么规矩 以及各种形态 包括思绸 包括网养 而且他会 甚至他会一根一根地画头发 去勾画所有的这个形态的存在方式 而这些存在方式 通常来讲 是只有你通过触觉 才能清晰体验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会 在潜意识里面 会获得潜移默化的 获得更多 跟触觉有关的 我们几乎能够想象 它摸起来什么样 但另外一种 比如说卢本斯的 这典型的巴洛克的大师 是图绘方式的 图绘什么 他主对人的世界负责 而且在社学里面 有极大的冲突 所以它的光影 它的变化 它的就包括 它甚至会希望通过 打破在构型上面的 这个稳定性 所以我发现 其实在所有现描示的 这个构图里面 它的构图通常会比较稳定 这也符合文艺复兴主流的 绘画的这个特征 而在巴洛克时代 它会反映某一个冲突的时刻 文艺复兴其实表达 这一刻就是永恒 如果说 对吧 这个人呢 它不在任何时刻 是它一辈子的状态 但是到了巴洛克的时代 实际上它会在某一顺 它所有的绘画的情节 它会接近抓开 其实它不是为了表达这一顺 是为了打破稳定的构型 你让所有的冲突 都发生在视觉 对色彩 对光影的体验上 所以在这里 它是一个图绘的 一个是只对视觉负责 一个是它还要对触觉负责 而我们知道 欧极里德的几何学是什么几何学 触觉几何学 对吧 两条平行直线永不相交 是只能摸出来的 两条平行直线 画家告诉我们 看起来就是在无限远处有一个焦点 这个焦点叫做灭连 对吧 所以欧式几何学 是一个触觉几何学 这个导致整个文伊复兴 绘画的主要的基调 那么图绘的这个绘画到后市 这是一个考题了 题外话 但是不讲实在是有点忍不住了 图绘式的绘画的 极端的在西方的表达方式 是印象主义 这是莫奈 对吧 那么对于个型的 现描式的绘画 那么它的极端表现形式是立体 伯洛克的 它不但表达此刻 它表达它在任何细节 任何方向 任何层面上的构形机制 在这里面伯洛克的 还是有些有讲科布 当我讲透明性的时候 会讲到潜伏雕式的碎裂的机制 但在这里面 它有断裂 在雕塑里面仍然是 这是米康昌基罗的大卫 我们发现丹卫 其实它的站姿 基本是一个非常稳定的 在某一刻有重心意味着 你想站很久 所以它少喜 然后它的手上拿的是封公子 封的是哥利亚 它干的是它一辈子 最出名的那一件事 以此扬名立案 然后它所有的形态 我们发现就是国典主义的绘画 用大量的形态 其实会让弯曲 是要在某一个时刻 获得最大的长度 实际上我们看 就不止 就是西方的国典主义的绘画 通常人的手的形态是这样 所以尽可能地拉张 以获得更长的这个线条 和更优雅的构型 这个直接影响另外一个是芭蕾舞 芭蕾舞很少有这种形态 可不得就是 通常来讲也是这样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在巴洛克 这是贝尔尼尼的雕塑 我们发现在这里面 我们甚至可以 从解抗学的角度上来讲 用目光来触摸的这个戴卫 那么在这儿我们发现 即便是一个空间 真的可触摸的一个形体 这样你把它处理的 它几乎只对视觉负责 在这里面大量的光影变化 在这里面 我们无法想象 我们触碰它的机制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面 根本捕捉不到 它的构型的构成方式 因为它没有构型的构成方式 所以在这里面 但我也是一个 在一辈子的 这个形态代表它的一生 而这个形态仍然是一颗 尽管是在一个枪树 那么在建筑里面 我们这个时候翻回头来 以相同的方式 以线描的和图绘的方式 来品行建筑之后 我们发现 文艺复兴的 这是 波鲁乃列斯基的 对吧 这个是阿尔贝蒂 这个是伯拉蒙特 我们会发现 它们几乎都是基于线描示的 在于什么 它们都是正立方体 以及圆柱体和球体的构成 这些形体 其实在视觉上 它都已经被扭曲了 但我们仍然 它强烈的各种提示的方式 各种的提示告诉我们 它的几何形态的 真实形态是什么样的 这个我们之所以能正确把握它在哪儿 并不在于它们做了透视矫正 而在于它 这几位大师帮我们唤起了 我们对它触觉的联想 实际上我们几乎能摸到 它是一个正的 对吧 平行的 立方体的 球 半球体的这个形态 所以它是一个 触觉的 当一个东西对触觉负责的时候 它就不必完全对视觉负责 因为这两种感知 几乎是 是相对立的 尤其在西方 它的对立性就更强 那么到了巴洛克的时代 显然 从绘画 从整个艺术的这个潮流趋势里面 它会被推向一个 相对 为视觉负责 但为视觉负责 并不意味着 它只是看起来好看 它一定要有一个一样 和这个欧式几何学 一样强硬的这个机制 那么我们知道 从伯鲁仔列斯基开始 归纳了科学透视法以后 其实它的这个机制 整个一个东西进纳原响 它会有灭点 对吧 那实际上这件事 是因为人要站在一个确定的位置 它看到一个正左边形的东西 但是你看到东西是扭曲的 那文艺附近 大家是非常感兴趣 它为什么会扭曲 那一旦知道这件事以后 它就获得了这个扭曲的机制 那么实际上 伯鲁仔列斯基的工技 它不止推动了文艺附近 而且我们看到 它做的事在文艺附近 并没有开发结果 是在巴罗特结果 那么它推动了什么呢 它推动了西方数学 我们知道 摄影几何是什么呀 摄影几何最重要的功力 和欧式几何功力 不同的是 两条平行直线 在无限远处有一个焦点 而且它不是看起来相交 是真的相交 它作为功力仍然成立 为什么 因为两条平行直线 永无焦点 和在无限远处有一个焦点 这两件事说的是同一个现象 对吧 无限远处和没有 其实是同一个概念 就这两个都是成立的 它可以作为功力 功力特征是什么呀 你一听就是对的 但你无从证明 这两个都是 你既证明不了无 也证明不了无限远 所以在这里面 但是问题就在这 当我们用触觉摸的方式 来获得两条永不相交的 这个平行直线的时候 它所有的推论 就比如说我们知道 对领角相等 内错角相等 对吧 这个是初中几何就会觉得 这都是基于什么呀 它永不相交 对吧 一旦它在无限远处 有一个焦点 不管这地有多远 它的对领角和内错角 一定就不相当了 对吧 所以就构建出了 完全另外一套 起点不同 但是会仍然同样严谨 和成体系的这个几何体系 这个几何体系 就叫做摄影几何 它与欧式几何相对 那么在几何理论上 十七世纪 法国人 这个叫杰拉德 德扎格创始了摄影几何 这一化时代的研究 被它存在的数学家 拉伊尔和帕斯卡 发生光大了 然后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 这个叫做杰拉德 德扎格的法国人 是一位建筑师 他深知文艺处性的 集合理论 就是这个 这个透视法的核心理论 就换句话说 他是伯罗乃利斯基的 不知多少代的 这个学术后裔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为数不多的 就是克莱因还说了一句比较狠的话 他还讲 建筑学的这个学科 从数学这个学科创始以来 就不断地在剽窃 攫取数学家的这个成果 这是终于他们良心发现了 反过来补偿数学 对数学界所做的补偿 那么在试影几何里面 其实有一些特别有趣的 就是因为建筑师对视觉 都极端感兴趣啊 有趣的事什么呢 当摄影几何出现了以后 因为叫摄影啊 它其实投影 它不是照相 摄影就是 它有一个光源 然后有一个点 头的目标 还有条线 这个东西叫摄影 有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 不同的光源 它可以 就不同的光源 它可以获得一个相同的投影 那么一个相同的光源 它也可以在不同的平面上 获得不同的投影 它它它都不一样 但是投影的方式是一样的 这都符合摄影几何的一个初始 这事就变得太有意思了 因为当你能让不同东西变得相同 又能让相同的东西变得不同的时候 维托鲁贝提的那个 要求有救 这个是贝尔尼尼和博罗尼尼做的 就是他们真正的这个独立作品 其实是这个 前广场的加线 换句话是按现在话说 是他们做了这个景观 这个 这个它的前广场是有两个广场 共同构成的 一个是一个椭圆形的广场 椭圆形的广场 一个是一个T形的广场 椭圆形的广场叫做雷塔广场 就T形叫做奥比托阿广场 这两个形态都不符合文一复兴 给图的这个该有的形态 对吧 所以文一复兴的大师看 已经不高兴了 但是他们要知道这个设计的原理 应该会高兴了 那么 究竟为什么这么干 那我在这讲 他为什么这么干 就是当时教评 甲方就是这么一东西 他不断提要求 比方牛的建设师呢 碰到了变态的这个要求 就会做出特别牛的建设 比较弱的建设师 碰到了变态的要求 就会做出变态的建设 这个教廷跟那个贝尔尼尼说 就是 你有没有办法 让这个教堂显得更高大一点 贝尔尼尼 弄错 这已经盖完了 对吧 而且为了这个大 就是维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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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在文艺复兴之前很少在这个 就是广场输方箭杯 文艺复兴之后有是来自于小桑家洛 他革新了起中街的技术 才能搬到东西 那么他在这树了一方箭杯 这个方箭杯就成为整个这个广场 最中心的部分 人就会往这儿聚 人聚到这个中心的时候 其实是从这儿看这个教堂 但这个教堂还是盖多大还是多大 但是他做了这个椭圆形的这个广场 然后他还怕人体察不到这个广场 我发现他做了两个椭圆形的柱廊 违和这个让你看到这个 其实跟他这个做椭圆形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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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口道理是一样的对吧 要不然你这地面上 我知道你这是什么形状 然后做起这个来以后 当你人站在这儿 因为尺度非常的大 然后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圆形的广场 但我们知道就是 当一个圆形的广场 没有任何人看一个圆形的广场 它是圆形的 除非这个人 他飞起来再有很高的这个鸟 看正头看这个 它现在是圆的对吧 所以这个人落下来呢 因为视角的变化 这个圆它会越来越陀 越来越陀 越来越陀 对吧 它就会变成一个陀圆 所以 贝尔尼尼首先他看透了一件事 所有人看的圆形的广场 它都是一个椭圆 那么在这儿呢 看到的是一个椭圆 还记得 前面圣子和其中的一条推论吗 不同的形态 可以得到相同的椭圆 对吧 当你相信这是一个椭圆的时候呢 但如果作为一个圆形的广场 它怎么样才能更妥呢 你一定降到低才更妥对吧 但因为它是一个椭圆形的广场呢 你人在这中间 一旦你有错觉 你开始下意试着认为 它是一个圆形广场的时候呢 因为它比这真正该有的 那个更妥了呢 人会觉得自己比真实的高度矮了一点 对吧 它才能这么妥 一旦人觉得自己矮了一点 这个好像就更高了 然后这个奥布里斯瓦广场 它为什么是一T型的 它复合另外一个 摄影几何的原则是什么呢 相同的形态 可以得到不同的投影 因为当你就是 这个时候所有都有的前提 一定有的确定的时间 但是这个为什么在这个广场里面 它会特别有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不以警役啊 就实际上是针对人的活动的范围尺度 和这个具体的这个尺度相比较而言的 对吧 这个东西你要想换起来太容易了 它这么大的 你得怎么移对吧 你才能让它这个东西穿帮 其实是一个特别难的事 所以它主要的就是观察的视角在这的时候 因为在这 它反倒希望这个 它能是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正方形的广场 这刚好因为近大元导 他一个T型啊 在这边是他校正了一下 所以在这看这个广场是一正方形的 这俩事就都干了 对吧 一个就是满足了教皇的这个需求 另外一个满足了他的老师的需求 所以你突然发现 巴洛克大师是该有多机灭啊 但是啊 所有的事都是 一个牛人做了一件牛的事以后 就会有一群傻瓜跟着做傻事啊 当然我们先讲牛的事 你看就实际上 他的这个精神领袖米开朗基罗 其实这事真不是对尔尼尼首创 只是他用在了一个非常独到的地方 米开朗基罗 记得 文艺复兴上讲 是讲到这个 老人其他大图书馆 对吧 米开朗基罗是第一个 为了一个楼梯盖了一个厅 对吧 这个厅就是为了装这个 现在有一说法叫楼梯间啊 但没有任何楼梯间 是一个绝对纪念性的楼梯 在他这有 所以他一定希望这个楼梯 显得足够的这个有纪念性 对吧 就是讲古埃及就讲 就是人最笨的一个做法 你想让一个东西有纪念性 就把它盖得大 对吧 但是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历代的君王啊 你能调动那么多资源 把一东西盖得大到 真的让人崇拜 再有就真的是聪明的 这样是你有办法让一东西显得大 所以这个踏步为什么 是椭圆形的 而且我们看到了 他为了 他原本其实踏步行道不是椭圆形的 对吧 但他为了 显现这个椭圆 他 他区分了这个材质 他从里面割出一个椭圆形 对吧 这是为什么呀 我讲完贝尔迪迪 这为什么很清楚 对吧 他希望这楼梯大 对吧 然后他希望这人进来的时候 觉得这是一个圆形的东西 一旦那是椭圆形的东西 会显得特别扁 对吧 这人就突然觉得自己变得格外的表现 所以这事儿 对吧 之前还只是一个推测 但是特别有意思 我找到了一张米开朗基罗做这个的草图 原本的楼梯间是做成这样 我们看 他画中间的这个踏图 他根本没有兴趣 画这个踏图的风格 他在这儿画了就是一个椭圆 他突然印证了 米开朗基罗他自己的这个 在草坡上心路历程 他突然印证了这个 他就是要在这儿做一个椭圆 而他就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做大 而这个时候我们再看看他的东西 他为什么要让这个东西这样 现在我们再看这个 先想贝尔尼 你为什么要把这教堂横过来放 不用我讲了吧 对吧 然后他还变了个细法 对吧 他在把它横过来之前 人站在这儿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对吧 谁也看不清 这个里面的正常是一个什么形状 从外边进来的时候 这个楼梯是圆的 关系上圆楼梯 突然进到这里以后 对吧 所以所有变细法的 都是先给你比过一堆 对吧 就你不知道哪事 他见证奇迹的 就和他当 所以这是一个 伯洛米尼 是贝尔尼尼的学生 我们看 他做了一教堂赶道 他究竟赶道了什么东西 他其实什么也没赶到 这个教堂原本 就是一个这个形状的教堂 然后原本是一个方形的踏步 伯洛米尼就干了一件事 就收了设定权 他把这方形踏步改成椭圆形的 我们也知道 生命是为了什么 对吧 这是 巴洛克的剑多好玩 对吧 我们发现 这些剑是乖巧极了 他想干的就是那个 很严格的一个标准 他从来不想 求心求意 对吧 他从来不想 要不走寻常路 走路相当寻常 只是 为他走的不寻常 这个是一个非常著名 在罗马 叫做西班牙大台阶 这个也是 那个就是教堂 这个主教 就是也是 就是 假方都很变态 但其实假方变态 是对牛建筑师特别好 然后那个主教 个头不是特别高 然后他跟建筑师商量 你能不能让我显得高大一大 然后对吧 但是因为已经有了很多操作以后 对吧 我能让圣彼得大教堂显得高大 你这个小菜一边对吧 所以这个西班牙大台阶 它的核心操作机是什么呢 越往上去越宽 越往上去越窄 然后通常来讲 人是在底 站在底下 看上面对吧 然后越往上去越窄 其实跟米开朗基罗 做的这事一样 你加剧了这个透视 它原本没那么远 但是你会觉得它更远 对吧 因为这个透视 这个你判断在这 它做了一个微调 对吧 所以之前看 就是到中心化 纵向平面 什么那些 就是这个 透视扭曲一直在折磨 巴洛克的大师 到现在巴洛克大师 已经驯服了这个透视扭曲 对吧 所以当主教 站在这步道的时候 当你在底下 因为透视扭曲 你会认为更远 但更远 它应该更小 对吧 它没有更小 所以显得身材 特别都美丰 所以不只是它 所以这是 巴洛克之战的一个 就这一个楼梯间 仍然是那个主教 我要在各处 都让人觉得我很伟大 所以我们看 这个楼梯间 就是一个斜的 在这儿特别宽 到这儿越来越窄 还有一微妙的变化 让人看不穿帮 所以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 照相的时候 自然会觉得 你的身材比较形状 但是你看 一旦它要溜走的时候 这个横你做得特别规矩 紧接着各种各样 奇怪的东西 这是 洛伯克维斯 这是一个西班牙人 之前我们就 就讲歌课的时候 讲过 欧洲所有的这个潮流 到西班牙人那儿 都会 极致地走向变态 这个就是 因为那些就是 就是机制 已经广为人熟知了以后 这哥们提出一个 就是说 这是尼尼 他不是把那个工厂 给做成椭圆形的吗 对吧 他还做了椭圆形的柱廊 那按照他的逻辑的话 这个柱子应该这么多 对 完全符合摄影几何的 但 这个显然是一个 不成才的学生 为什么呀 从古希腊的时候 就已经告诉你了 原形是不需要的 尤其是柱子 对吧 是不需要校正的 因为他 不管是远时间 各个方向 对吧 就是 尤其多利克的柱子 你怎么看 他都是一样啊 但他不管这么多 他说反正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柱子应该是这个形状 而且柱廊呢 也应该是这个形状 这时候我们发现 整个巴洛克的时代 他的构型 他所有的这个形态 的操作机制 开始转性了 向了摄影集合的 这个操作机制 其实是一个非常清晰的 这个机制 尽管有些事 干得比较猛 但是我们 越猛的事 越能让我们看到 他的手法 和他想干的事 这个巴尔萨德纽曼 其实是巴洛克 是德国人 是巴洛克时代的 也是顶尖大师之一 后边我们会看到 他做的变态的室内 特别好玩 这是他用的尺子 我们看 他用的尺子都是这样的 都是讨论各种 尽大元小 和这个释放关系 所以从工具 我们也能看到 整个巴洛克时代的 操作机制 其实就是在 摄影集合的机制下操作 用这些东西 量不出整齐的来 但是它可以精确地量化 透视能区 和摄影集合的 作用标准 但是摄影集合 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哪 凡是摄影 都会有一个初始点 这个点不能变 那么其实之所以 贝尔尼尼要立方尖杯 是因为 在方尖杯的位置 你看到的 是像维特鲁威所说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正确的 都像我给你提供的 但一旦你开始移动 这些你能看到的 就只是扭曲 那在巴洛克时代 之所以 巴洛克的时代 会被称作 畸形的大珍珠 实际上 珍珠是有的 但机型 是大量的 不齐厚臣者 实际上只看到了 扭曲本身 但并没有看到 扭曲的机制 而另一方面 在这里头我们会发现 其实巴洛克时代 扭曲做的最好 就是雷塔广场 和奥巴广场 因为它的尺度 足够的大 这个人的移动 在里面影响更小 而一旦尺度越来越小 当想到像建筑构架的时候 它穿帮的 它这个透视扭曲的教证 失灵的这个教证 它就会越多地呈现出扭曲的状态 所以在建筑里面 会越能看到 诸如像前面 贝尔尼尼的椭圆形的神庙 包括佛罗里尼的 斯芬泉圣卡尼诺教堂 以及更早的 米开朗基罗的这个 在这个大踏步里面 就是做的这个 椭圆形的这个踏步的这个状态 那么最后 在巴洛克的最后 我讲讲双层脚皮 与体量和空间的关系 您前面讲了 你在内部形成空间 外部就形成体量 同样你在外部形成体量以后 内部会塑造相应的空间 这两个东西是有可能对立的 而在巴洛克时代 对立特别多 首先 我们会发现 因为巴洛克的建筑师 其实真的是 除了华里尼以外 真的是很含有 这个技术 极其过硬的这个建筑师 所以他们的穷景都大不了 对吧 那在这我们看到 他在把这些缩小 这已经有点大的 包括结成两道 我们都已经非常理解了 对吧 那这个你看不到 他会加一个恐怖 对吧 把他举起来 让你死活也 让你看到这个穷景 不能说我没有 那么在这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是 帕拉迪奥改造的 一个罗马峰的建筑 就是这个实际上 它是一个 很大的穷景 罗马峰的这个建筑师 比戈特的建筑师 技术相当过艳的 而在内部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这个 内部的空间形态 跟它外部的这个 穷景的形态 其实是不完全一致 那么 之前我们讲 伯朗乃列斯基的时候 讲过 其实伯朗乃列斯基 他非常渴望 做一个半球想型的 这个穷顶 对吧 但他之前因为 政府干了件傻事 加了一个特别薄的古座 就是他 他不得不 不用一个监管的方式 把它做成妥球形 以加大使高 以减小侧推力 这个其实是没办法的事 但是我们知道 文艺复兴的这个穷顶 还有一个传统什么 画天顶画 但一旦它是一个 树长的尖的东西 那你在底下看天顶画 其实它越尖 你看得越是侧面 这个其实 它的绘画本身 非常容易领去的 那其实绘画的主题 就不容易被看到 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 在这儿的天顶画 它用了一个什么方式 它会把它分层 一层一层的来画 然后每一层的这个情节 是不大相关的 以此来对抗 这个由穷顶的 这个外部形态 所带来的内部形态的关系 这所有的这些问题 都来自于外部形态 要和内部形态合一 但是很快 巴洛克的大师 就已经找到了办法 你内部不是要画天底画吗 对吧 外部我们技术不好 我们尽可能地 加大这个石膏 对吧 而内部你想画画 好嘞 我给你内部做一个 更缓的这个穷顶 你不是要穷顶吗 我都给不给你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双层标准 双层标准 一个为外部服务 让它更高层 可以更容易被人看到 同时它也更容易 就是减少这个侧推力 一个给内部塑造内部空间 当这两个拖开的时候 就时间更容易有意思的东西 我以前一直看不懂 这一个东西 实际上它是一个双层标准 我们看到这儿 还有一个裁缸井 所以它以为它会进水 这个水会存在这个中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儿有几道尿盆 对吧 这在中国特别好 叫乌洛盆 西方人其实不太喜欢 有了这个 我开始特别理解 这是卡罗斯卡帕做的 维洛纳人民银行的这个立面 这立面什么 是双层立面 一方面它又在里面 开规规矩矩矩的密丝式的窗 一方面它又在外面开圆洞 然后很多人 要不然就是把窗裁成圆的 要不然就不做圆洞 斯卡帕非常理解巴洛克的 这是它本民族的传统 我跟你做两个立面 里边给你开窗用 外边我爱你开动 这两个东西 谁也不爱着谁 这个对吧 皆大欢喜 大家都很高兴 但是一旦你双层立面 里面一定会进水 所以就会出现 但是它把这个做成装饰了 这水倒是它排出来 它做了一个现场 这能是用来排水的 我跟你们哥们打赌 他要去意大利 我从来没出过国 所以我讲东西 你们那么一听就完了 因为没有一个是 实践出真知识 没有一个听过我的实践 只来自于我独自乱想 读一些 这个 就是 葫芦村岛的 断章区域的 读一些东西 所以 我先认错了 发现错了 不要告诉我 这个 当时我就断定 这个一定是一个排水 因为它跟这个太像 我先认的这个 之后 严格斯卡帅认的这个 那哥们不是 就是 对吧 就是 葫芦村岛的大尔科都在分析 这个 装饰要素的 它的对位 以及跟这个 就是现场学 包括现场学 还有这个 就是印象体验 有关的东西 我说 走着看 结果他到意大利 下了半个月雨 真的天主 我也跑到这来 就打长 用手气给我打长途 说哥们 那个就是排水的 那么 当解决了这个问题 接下来扔人 它是穷顶化 那么穷顶化 摄影景盒 又提供了另外一个东西 摄影景盒 就是 其实印象非常好 还有一个 现在我们画地图 一旦当人类知道 地球是个原型的时候 人类有一段时间 就不会画地图了 当人还觉得 天原地方 地是平的时候 人还敢画 对吧 一旦 对吧 就是哥班尼 以及他的后裔 一代一代告诉人 就是 这个人 站在一球上 人就不知道 这地图该怎么画 一直到摄影景盒 有了以后 人才知道 地图该怎么画 才有办法 把球体的东西 团在里面上 有几种方式 一种是 这是最傻的一种办法 就是直接把 这个球体上的 就直接投影 摄影景盒 对吧 投到这个 所以 没有任何平的 这个世界地图 如果画晶线和尾线 如果都是直的 那一定 大地就被凝去了 所以通常来讲 都是这样的 对吧 我从小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这个 世界地图上 惊献尾献 怎么是这个 直到开始研究 巴洛克 我还点反思 这些 然后 那这样 就是导致的 就是 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东西越靠近 这个 切点的地方 它就越准 越往两边 它就越不准 而且还有一什么呢 你画不了 整幅的世界地图 对吧 你只能看到 半个球 那再有一种方式呢 是 是 是这种 你再求 求心结一个 然后你这么投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越靠远端的 它就越准 那 但是越靠两极的 它就越不准 它一定出现 再有一种呢 就是 我死活要画一个 能连续的世界地图 它怎么办 它卷一个桶 对吧 然后分别投 所以我们看到 它在一个方向上 没有 有些另一个方向 它就基于 做出的 拉伸的很低 所以世界地图 无非就是这几种画 那么 当 人知道 怎么把一个 球体的东西 投到平面上的时候 人也开始更知道 怎么把一个 平面上 想好的画 投到球体上 而还让它 能够保持 原来的状态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 其实 我们知道 文艺复兴的天顶画 通常都是分隔的 因为这个 球领的形态 但从巴洛克时代 其实我们开始看到 天顶画 开始用整个天顶 来表达一个主题 一个天堂的主题 这是在 在文艺复兴时代 绝少能看到 文艺复兴时代 我们就如果 我们去回顾 比如说 就是最著名的 李康尔基罗画的 西字形天顶画 它就分鲁干格 对吧 但是在 在巴洛克时代 在这个 球领上 我可以画一个 很一样的东西 但是 这时候又出问题了 为什么要画在 球领 而不是平顶呢 它有一个是 是什么呢 因为 我们要知道 一旦是一个 平顶 它跟 你们看这堵墙 它跟树像的墙 就会有一个 交线 对吧 当我想画 这个天堂的时候 巴洛克的 这个球领画 几乎都在画天堂 当我想画 这个天堂的时候 突然天堂 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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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儿以后 很失落 所以球领最大的 好处是 它可以模糊 跟树像要素的 这个观景 这个时候 这个天堂 是没有边界的 但这个时候 它又碰到 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我们会发现 就实际上 就是在这个 天堂画里面 它是有一个 空间维度的 对吧 就表达着一个天堂 它跟你站的位置 没关系 因为绘画 是可以保证这个 但一旦你视线 往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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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看到 世俗里面的东西 一旦获得了 在这个空间里面的提示 前面我们讲了 这些东西 帮了拉菲尔 是帮他提示的 一个灭点 灭点在那儿 对吧 让你知道 你的空间位置 对关系秩序 极其强烈 在这儿 它变成一个问题了 因为你的重点在这儿 到这儿下来 所有这些拱顶 它都在提示你 你没在天堂上 你看那儿挺热闹 你往下看看 突然发现 在这个空间维度里 会变得非常失落 所以这个导致 巴洛克大师 会配合这个天顶画 会去扭曲 和天顶画直接交接的 建筑要素的这个形态 这个扭曲 和前面十有几何的 这个透视校正的 逻辑是不一样的 它只是扭曲 这个扭曲的意义是什么呀 我不希望你 你能参照着它 能获得你在此刻空间里面的 空间秩序关系 所以在这个扭曲 它纯粹只是为了扭曲 但这个扭曲 当然是有目的的 它是为了配合 这个天顶画的这个完整性 所以在这儿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越到下面 它越规则 对了 你把上面切开 你看下面 你不知道 它是不是巴洛克的 但一旦从这儿开始 我们会发现 它的这个窗口 以及它的这个拱顶 所有有透视参照的地方 就都开始扭曲 开始变化 开始脱离 那个半圆形的这个形态 我们看看 记得巴尔萨格纽曼 就之前 我给你们放这个尺子 使用几何的尺子 就是他用的 他的法宝 我们看 他在这儿 画了一天顶画 在这天顶画画的是一个外边的事 但这是在屋里 所以在他的建筑里面 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东西 在别的建筑里面 我真没发现 这个屋子里面 你能看到女儿墙 你能想象这事吗 对吧 一般只有在外面能看见 但是对吧 画的是外面 所以能看到女儿墙 这女儿墙的结构体系 跟那些什么 跟构造柱啊 什么的 非常严格 对吧 上面是人子 然后 这女儿墙 就是它属于建筑要求的 因为你 其实能看到图体的 对吧 它跟这个都是一体的 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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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是画 对吧 后边画 前面是女儿墙 后边是画 前面是女儿墙 前面是这条狗 它是画的 然后到这边 开始画画画 突然发现有点错乱 重新捋 对吧 上回来 然后你看 这一雕像 这一雕塑 坐在这 它确实是一个实体性 没有问题 女儿墙 这画 女儿墙 是条狗 到这边 这个究竟是个怎么回事 当然这个 只要是细法 不是魔法 它 就是这里 一定是有画的 我们看 我们要找它 被打断的地方 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 这被打断了 对吧 然后从这 其实从这 开始被打断了 在这个地方 它就已经开始分了 发现 这个雕像 一样可以横在这 然后这挂了一个 从这开始 我们这个雕像 开始 就已经是活了 然后到这 到这 突然某一个褶皱 出来以后 又是一坨 又是一坨 所以 突然我们发现 巴洛克的 另外一个重点 让它开始去 在室内外 有双层 以及开始画天使画的时候 之前他们缔造了清晰的眼光 在这一刻 他们开始对抗那个眼光 当然出 仍然不是因为 他们想做一个不同的东西 他们希望这个 整个这个画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 有一次结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 几乎所有的巴洛克的 这个天使画 它一旦到有个透视 提示的地方 它就会做点什么 它在这儿 其实它是一个半夜的合同 这个做得非常的 这个 这个集合 对吧 照理说 它不符合巴洛克建筑 那个 一开始讲的原则 但是照常平板 你看 这是它的底面 对吧 这是它的线角 对吧 巴洛克的这个 这样到眼口都会有线角 然后到这儿 是一个画的线角 这个线角 跟线角长得一模一样 这个画的线角开始不去 然后接下来 是它这张完整的形成画 所以在这儿 当它不扭曲 这个建筑的形态的时候 它会用一个扭曲的 这个形态去模仿它 所以它来学它 然后它再跟它缴结 跟这个时候一样的手法 所以它是一个 有一句中国话叫做 假作真是真一假 真作假是假 所以几乎我们看到 所有的这个 这个巴洛克时代的这个天井 它几乎都在模糊 这个绘画边界 以及与这个建筑树像要求的 这个模糊这个边界 对吧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到下面它全非常的典型 就是就包括到这儿 你看它 它其实是有一个深度的 那么就是在外面 其实整个底下的这个 这个门洞这个拱圈的这个形态 但一旦 上面这个开装跟这个交接的时候 它突然进入一个异形的状态 它既不是半圆形 也不是圆形 也不是矩形 它完全是一个没有空间图示关系的这个 一个楼面 然后在这儿就趁着这个 这个穹顶的这一个部分 它开始用一个舞台图形的方式 去图示它让它进入另一种空间 这个拉起来的脸面 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用来模糊 这个 翻拱和底结束的 之间的相机关系 所以它一定有个非常清晰的问题 来实施这些操作 所以它并不只是来做背景 像很多巴洛克的评论 以及所谓理论里面讲的 就是他们开始扭曲 开始非建筑的要素 开始出现在建筑里面 以及堆砌 确实有很多要素是非建筑的 但他们完成的是一个建筑化成的墓影 所以到了这儿 克尔托纳 这个是前面讲的 巴洛克的四大天王 贝尔尼尼 伯洛米尼 瓜里尼和克尔托纳 克尔托纳被称作巴洛克的鬼才 真的是鬼才 我们看它的这个天顶 你知道哪些是雕塑 哪些是绘画 当然四颗柱子还是大致能看出来 但有些雕塑被灼了颜色 而有些绘画画的是黑白的 像白色大石一样 所以在这里 它已经完全模糊了真实维度 与这个二维 就在二维空间里 它所制造的幻觉的这个 之间的这个交界 所以到这儿 巴洛克的这个绘画 与建筑的这个结合 几乎已经走向了一个 极其极致的地步 那么走到这儿就可以了 在这儿真的是不太敢睡觉 就如果 当然中国人干得比这还猛 有机会我讲 就我讲讲这个造园 就是基本上鲤鱼 还能有本事让鲤鱼的东西 不知道哪儿雕塑哪儿画 突然有一个家伙动了 朝你笑一下 西方人就是做到这个份儿 有机会我给你们讲 中国文人干个电台 这不是巴洛克的 这哥特晚期的 你们可能已经不记得 因为中间已经隔了好多讲 我在讲哥特进入晚期的时候 我曾经预告过 我说这其实是一个伏笔 它一方面预示着 哥特建筑走向末期凋零和死亡 另一方面几乎从这儿也开启了 巴洛克的操作方式 指的就是这个 我们发现 两个平面的美女 但不是一个三度空间的战士 所以其实又回到那句话 我不太觉得 这个建筑是一个进化论的 在更新越往后越牛 因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学过去的那些大师 我们学大师 对吧 九生九都已经死了 对吧 他们已经不可能再进入了 其第二 我们所处的时代 如果按照进化论 我们应该优秀的一塌湖 但是我们发现恰恰相反 所以所有的事 它都一直存在 就只是在不同的时代 它的重点不一样 甚至他们的目标都是一样 那么在巴洛克的最后 我讲讲我最喜欢的大师的作品 那么发现所有的事 之所以时代很难被界定 因为在巴洛克这个时代 还有花脸地 这是圣劳文所教堂 就是当时这里看着最奇怪的事 是这里出现了两个穹顶 之前很少两个穹顶会贴在一起的 但这个不是重点 我们还发现一个很逗的事 这两个穹顶 它还是用不同的拱类交织出来的 对吧 就是照理来说 你要说真是结构师 会恨死这种人 对吧 我给你算了一个 对吧 然后你说这个我要用另一种结构 我们讲其中的一个 在这里面 之前我们讲的 其实这个有点像万奇哥特 对吧 就这个 CreezyRib 有点像疯狂拱顶 但它跟疯狂拱顶的逻辑 远远不同 前面我们讲过 巴洛克的天井画 它是为了 它要抗拒一个东西什么呀 一个东西在动身空间里的深度 以及作为一个平面的 一个图案表达它的这个逻辑差别 而之前 其实一直到克尔托纳呢 我们发现鬼才 在鬼才手里 这些事已经渐渐地开始走向了绘画 对吧 一开始建筑的这个操作越来越多 但是接下来建筑操作越来越少 绘画的操作越来越多 这个某种程度上 划分了巴洛克与洛克格之间的一条微妙的线 但这条线不完全是有这个划分的 所以这个我给的不是结论 你不要记紧笔记里 但是实际上 渐渐地当我们开始发现 这件事脱离建筑的时候 瓜里民 做的这个成功奥伦所教堂 我觉得实在是太棒了 在这里其实是一个非常尖的坚固 因为在这我们看到 在这其实我们就能看到 它非常尖 它的史高很大 是因为它们的技术不够好 但在这一旦在它下面 我们我们收到的是一幅图案 而这个图案是由建筑的结构勾画出来的 这一件非常奇妙的事 但这个究竟是怎么操作出来的 但并不是我们拍一个正头影 它就一定是一个图画 这个是 它为什么 它会非常的有纵深感 以至于我们一旦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会坠落下去的感觉 为什么呀 这有大量的这个平行的要素 一直在提醒你 有一个无限远处的面积 这个远处非常的远 所以它即便是一个正头影 它会显得非常的高速度 它是来自于这些半圆形的这个拱 以及所有的这些束缚拱类 所有的要素都在提示一个深度空间的东西 但我们翻回头来看瓜里迪的这个 没有任何两条直线 平行直线交于一件 它的拱类像是疯狂拱顶 它是这么大的对吧 编了一个类似鸟巢的形状 然后我们看 它的这个相应的窗 窗不是举形窗 也不是拱窗 是一个异形的 非常巴洛克似的 所以很多学巴洛克都会把窗弄了 习习古怪的 但是它不管这个窗呆在什么位置上 但在这儿 窗不是举形 不是半圆形 是为了抗拒这个图式关系 接下来我们看 这儿没交接也就罢了 在上面你也找不到任何交接关系 你找吧 然后你发现在这儿交接出来 它是扇形 它是向外发散的 好容易 你终于找到了这里面 有一个药物 其实是一个装置药素 对吧 它是一个文量 它做成一五边形的东西 摆在这儿 所以在整个这个图像里面 没有任何要素 在提示它的空间关系 所以即便是一个真的比较高层的 它也没有用双层功力 没有用双层表皮 它居然从这个视觉上 把它给拉平了 这件事干得非常大 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对吧 其实用梁在勾画这个 其实路易斯康也得干 所以我会一直 在这时候已经有点坐不住 我会一直讲 就是历史没有太大的表面 讲多数的东维 我也讲这个对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那么我们知道 从这儿我们知道 瓜里尼它要干的事是 尽管它是一个 在空间维度里的东西 我希望你 它看起来是平面的 这个其实 屎高与宫顶是一样大的 我们看这些窗户就知道 这个东西它其实很高的 对吧 在这里面 它用的是另外一个手法 这手法是什么 我们发现它画了几格的天秤画 这几格还是有的 它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一个是这个梁的底面 因为这几根拱类 实际上它的体量会暴露 整个这个空间关系 所以它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它把它的底边给刷成灰色 跟所有的颜色都不一样 这个像勾边一样 对吧 它还怕这个勾边的效果不够明显 它给每个还勾了一百点 所以它一下画成一个平面图案 但在这里所有的转折都会提示 这个空间体量关系 对吧 所以当我们希望把一个东西 牌子有立体感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从侧向来 牌子的两个面 就是好嘞 你牌侧面没有问题 它把这侧面刷成金色 突然它的侧面 跟它底面脱开以后 它完全变成一个平面的关系 所以这是它实现了这个 是对这个平面的 就是这个天秤画的这个 划分 它又一次成功的 用两种不同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它这里 真的是在操作手法 在炫技 它告诉你 我有各种办法消解 这个空间的体量关系 我不是只有一条路可走 还有件事让人特别痛苦的是 这个究竟是天积画 还是一个什么 我没去过 我真不是不想查出 也不是不想告诉你们 没有任何文献写这事 它这排的已经很清楚了 排的这很像一个画 因为这个那一面 但是你要说的像个画的话 这个窗的色彩 这个光的感觉 真的彩光的窗的这个 也太像了 所以有谁 我估计我这辈子不大可能 有钱出国了 你们要一直比较平手 那你们谁有钱的话 出去看一眼 帮我拍张照片 告诉谁的答案 所以我特别乐意 收到 但这个操作方式 其实我们发现 其实立体主义 这里头维尔德坐的椅子 这椅子坐着很难受 它不是一个坐的 它是一个给人看的椅子 其实它仍然符合那什么呀 这是一个图灰的椅子 对吧 它不属于触觉 坐起来一定会很不舒服 但是它看起来很舒服 对吧 那么它要干的一件什么事 我们知道 就是有机会吧 就是我可能会 会在比较好的企业 讲 讲现在主义 如果 如果到时大开方便之门的话 我可能 就到时候讲密斯的时候 会讲到 这个风格派 风格派就是想做那个平面 对于李特维尔德来讲 我尽量别乱动 我还是一直乱标准 李特维尔德就是 要让这个在一个点线面的平面关系里 对吧 但是这个椅子 这个板和这个靠背已经薄到 就是对吧 就算你不怕不舒服 它也不会让你坐了 但是这个结构支撑 你总不能把它 就是做细了对吧 因为它毕竟还是椅子得能站住 它用的什么办法 一个是它把这个线性涂黑了 涂黑了是一个什么关系 黑色是对光影的变化感知 最迟钝的对吧 它会变成一条线了 但是在这仍然是有一个体量关系 它把这些堵头给涂黄了 以及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就是 这个 施罗德住宅 也是李特维尔德的 就是 是风格派的 不多的 这个典型的风格派作品 它的室内 它会把不同的面 涂成不同的颜色 它是为了什么呀 对抗空间关系 所以千万不要一个建筑有空间 就在讨论它的空间关系 就是它的空间是什么样的 并不是所有的建筑都在讨论空间关系 而且讲现在主义 其实到时候我们会 我们会提到 真的完全关注空间 是近一百年左右的事 那么在这儿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处理这个 拱类的办法 就是 后来李特维尔德处理 这个体量关系的办法 对吧 所以其实 世界上也没摆着几条路可走 只是有人 想走的花样翻先 有些人以为 自己走的花样翻先而已 你觉得自己不走寻常路 只是因为自己的势力不够 你觉得自己做了一件 别人没做的事 只是因为你 实在是知识太少 你知识稍微多一点 你会发现没有人 干什么新奇的事 大家都得干同一件事 这瓜里尼 这是我最喜欢的 巴洛克的一座教堂 在都灵 叫做神圣果实部教堂 大家知道 都灵果实部 是发现了 就是一个 真的发现了 带有上耶稣坟地的果实部的 所以都灵有 其实有几座 我们是不交调的 那么最喜欢的是 瓜里尼的这个 这个几乎是我最喜欢的 巴洛克的建筑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他用了一个 所以瓜里尼 恐怕是巴洛克时代 技术最好的大师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人技术很差 但是我特别喜欢 技术好的人 可能因为你越缺什么 就会越向往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 我讲这些东西 我讲超话 我讲技术 讲得清楚极了 我觉得 也是因为我不懂 越不懂东西 你才越容易 把它讲得 眼简一概 其实我讲得清楚东西 也不是因为 我能深入浅出 是真的 我没有能够深入 像不然有些深入的东西 我爬不出来 就会磋磋 这个他用了一个特别 之前从来没见过模式 他用了狗 我们知道拱的 那个刻点什么呀 拱心石受压越大 这个拱的结构就越强 然后他的侧推力就越大 然后侧推力需要抵抗 对吧 哥特为了做了整套的 非伏辟的系统 结果瓜里尼太聪明了 他把这些拱 每个拱当成一块砖来用 然后叶罗汉你知道 这样的话 上层的拱的拱角 也就是侧推力的部分 踹在下层拱的拱心石上 拱心石被压得越紧 你这拱就越强对吧 那实际上下一层又拱心石 顶上一层的这个侧推力 这个简直天作之河 他把他围成一圈以后 侧推力就在圆形里面互相抵消了 他一步一步 上面建 他就建了这么一个东西 我有个师兄叫王宝珍 做那个材料构造做的特别棒 拿了SOM讲 应该是 就是北大精神学中心 材料构造这方面设计 应该是 不做第二个影响 就是我想不到 我就做的比 做这些做的比他猛的人 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结构 就是 那一个试面里 总是图地各种不一样 我看完他那做的以后 特别的忌妒 忌妒的不得了 就是我知道 我一辈子做出这样 这就是这么猛 这么有表现力的这个结构来了 我就把这张图发给他了 搞得我师兄忧郁了很长时间 那么这个 他和一般的囚景 他不只是这个这个结构形式 形式从后面上看起来 就是出人意表 他带来了 他一定带来了 其他囚景没有的东西 所以你看到从外面看 每一个拱 他所形成的 我们知道拱下面能带来什么呀 空间 我之前在半阵庭讲过 万神庙和圣索菲亚大教堂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 圣索菲亚大教堂 用四个拱 开了大量的这个高色窗 对吧 周杰伦的歌才能唱 某一时刻什么太阳 穿过教堂的这个角度 能告诉你 上辈子是老人还是蝙蝠 对吧 这个在万神庙里 是不可理喻的状况 但是其实是 但是拱能带来 它下面的空间 也意味着 在瓜里尼的这个拱钉里面 它可以做到这样 这是为什么 它特别不适合在蓝图里 但实在 我随意外列 我做蓝图里 遭到了这张佛 所以你能看到 在它之前和之后 都没有任何一个穹顶 西方世界都没有任何一个穹顶 能开这么多的窗 而在这里面 我发现无数多的公顶 它叠合出的这个状态 以及它会在上面 用反向的 它没有用正向的 会加紧透视 用反向的 以及 帮助扇形成的 所有的这些要素 它仍然抗拒另外一个 看这儿我们知道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尖的穹顶 但在这儿 我们仍然发现 它又被结合一个平面 而在这里面 完全是一个结构的表现 还记得之前我们讲过 结构表现的上一次高潮 是在什么时代 哥特时代 而在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巴洛克的大师 当他在 非常纯表现的 几何化的各种方式下 一直沿着 文艺复兴的大师 他们一步一趋的 战战兢兢的 一步一步的走 有一天 发现瓜里尼大师 走向了哥特建筑 而且几乎它走到了 它的结构模式 像哥特建筑结构一样理性 而它的表现 几乎已经超过了 所有晚期哥特的 疯狂龙龙龙的表现 所以总体而言 是中心化 纵向平面和摄影几何 两套原则 只有两套原则 规范了巴洛克在建筑空间 和体量上的扭曲 正统的巴洛克建筑 为文艺复兴 遗留在圣笔的大教堂上 悬而未决的问题 做出了托越的权盒 从而实现了 对文艺复兴传统的传承 而不是革命 而追随摄影几何的原则 也并不比使用 欧式几何原则 从理性上迅速 但是对视觉的 效果的关怀 一方面增加了 建筑体验中的愉悦 另一方面 却引入了 难以控制的个人评判 这种评判 在后来的启蒙运动中 被称作自由 自由从来在建筑操作里面 不是一个报应词 但对于建筑 而非建筑师而言 自由是中性的 只有如米开朗基罗般 强大的个人 才能驾驭 下创给个人的评判权力 从而使自由变成高超 这解释了 为什么巴洛克时期 那些对经典巴洛克手法的 拙劣模仿 格外令人盛厌 但最令人盛厌的 不是被对巴洛克手法的模仿 而是我们一直膜拜的 17到18世纪 风格纷争 这恰恰是由学业派 所谓的古典主义者带来的 在巴洛克的城市观里面 建筑应该是连成一体的 建筑间只有开放的空间 应该用石墙封闭 以获得统一的城市景观 用连续的建筑表面 限定和形成统一的城市空间 这个来自于哪 我们之前讲了巴洛克 之前包括之前我们所讲的 巴洛克建筑里面 最打动人心的是什么 是它内部空间 对吧 内部空间是一个被完全违和的 所以对于巴洛克建筑里面 我们始终没有看到 除了波洛米尼的 斯文西元圣卡 圣卡利诺教堂以外 几乎我们没有看到 从外部能显现出 典型的巴洛克特征的 而且这个特征又真的是好的 对吧 我们看到了片段裁迁 但我们知道那是在台道 我们没法说得好 也没法说得不好 但我们可以说它很容易 但在这里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巴洛克来讲 处理一个连续封闭的空间 才是他们的特征 所以当一旦面对城市问题的时候 他们面对着和文艺复兴不同 文艺复兴大师 非常懂得如何处理 一个纪念性的体量 对吧 但是对于巴洛克建筑则固然 那么迪卡尔 所以就是有史以来 总是外行 当外行指导内行的时候 就会出现混乱 迪卡尔特别牛 哲学数学几何学都是 但是因为他是这些大师 他开始参与城市问题 这个挺讨厌的 迪卡尔在城市与建筑上的评价 对当时的建筑影响特别深 不是因为他是伟大的建筑师 而是因为他是伟大的哲学家 他认为经年演化而来的老城市 从整体评价上 不及经过统一控制的新城市 尽管从单体上评价可能有所损失 但为了获得理想的城市面貌 那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迪卡尔真的在讲 在阐释一个城市或者说建筑问题吗 他为什么会跳出来 阐释城市或者建筑问题 而在意大利 我们知道迪卡尔 迪卡尔他是哥特的后裔 哥特建筑的后裔 这样我们知道 待会我们会看到 那么我们看到 克里托那 这前面讲的 巴洛克鬼才 我只敢放了他一张平面 我实在是不敢放他别的 我心脑不会比较好 在这儿 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在其他任何实在没有 这是一教堂 它分成两段 以及它上段用无形的来裁切两段 这是为什么他是巴洛克大师 三角形的山花 已经被打断 里面内涵的 就是一个宫型的山花 这个来自于米卡尔基罗的传承 所有这些都很地道 一个最古怪的事是什么 一旦他想处理 处理这个建筑的外部形态的时候 你看他干了一件什么事 他好像会有危险的 你从这儿进来 你救着这些 看这个 这个好玩吧 他来自于 刚才我们讲的 巴洛克大师 熟知室内空间 在如何驾驭 但一旦碰到一个外部体量 他突然发现前驴机情 但是迪卡尔的那个判断究竟来自于哪 我们知道 法国和德国 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 曾经在哥特时代如此辉煌 但是来了一个文艺复兴 我们知道像丢勒这样的大师 都苦哈哈 跑到意大利去取经 被意大利人损得一塌孤独 但是迪卡尔 他提出的前提 特别适合什么 新建的城市 以及历史文化地域不够的城市 但是意大利恰恰是一个 这是罗马的内部 但我们看看 法国 我这不讲造原始 就是太阳王路易十四 他为什么能这么干 你要大规模争地的话 这时候会特别的难 是因为 法国和德国有大量的土地 没有被用 就算被盖起来 没有那么多的典型的建筑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前提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迪卡尔他其实 他提出的不是一个纯粹的城市 或者建筑的方向的主张 他是在提出一个 捍卫本土文化的权力的机会 但在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发现 有某一个民族的人 在一个时代战俘来 捍卫某一个民族的文化 在此之前都是时代文化 对吧 上屋民族文化 因为事实上 就是在法国 迪卡尔的程序在17世纪初的时候 建造巴黎的多菲内大街的时候 有居民被迫 用相同的方式建造自己的住宅的正义 房子都要盖成一个 所以在这个系统下 我们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 房子要盖成一模一样的德性 那这时候就意味着 这个房子应该有他的样子 但是我们还记得 迪卡尔是要干嘛 是讨论一个民族问题 他不是讨论建筑学或者城市问题 所以紧接着问题就来了 意大利人不用讨论 意大利就是这样 罗马就是这样 而且文艺复兴 整个这个时代 甚至巴洛克的这个大部分时代 就应该长成这样 所以罗马人根本不必讨论 说我的建筑应该盖成什么样 但一旦法国人 他要把所有建筑 盖成什么样的时候 他突然一下 他有点懵了 这个建筑应该盖成什么样 这事 所以一旦城市景观需求介入的时候 这个时候 原本从建筑自身出发的 这个所有的建筑的逻辑 突然都变得无独轻重 你要找到一个城市的逻辑 但城市逻辑跟建筑逻辑又不一样 这个时候又加入了 地域性的民族的逻辑的时候 这时候你突然发现 当让所有的这个建筑 呈现一个形态的时候 建筑自身的逻辑 一定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而且当一个建筑 长成什么样 变得最重要的时候 它该什么样 就变得无独轻重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城市对建筑的要求 之前我们非常考虑 城市要求建筑什么样 都是建筑什么样 就构成什么样的城市 而在这个时代 西方人类第一次面对的 直接用建筑构成城市 决定城市形态 由此来获得 反推出建筑的形态 西方人以前 没有系统性的这么干过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开始想 我们建筑应该什么样 当然他们仍然会把目光 投向意大利 投向在当时 作为正统主流的这些大师们 博尔尼尼 当然所有的建筑师都会面对 你如何说服这个甲方的事 博尔尼尼做的这个可言情 他不需要什么解释 因为前面我们讲的 这个操作机制非常重要 但是没有一个魔术师 希望揭穿自己魔术的这个地形 他跟教皇 他写设计说明是这么说的 他解释这个魂抱的 这个广场的围团 他就说开放和展开的拥抱的双臂 是用来欢迎 因为在梵蒂冈嘛 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教众的 教皇一听 哇大爽了 就是他了 对吧 这时候定了 所以不要详细 那么在这我们看 就是我们会看到 实际上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它不是建筑自身的问题 对吧 梵蒂冈 教廷希望盖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 我仍然没有讨论 这个教堂要为这个梵蒂冈 做什么贡献 但其实恰恰是在做这个 所有我们现在叫做景观 做这个前广场的时候 面对城市问题 这个时候贝尔尼尼不但要 要实现他自身的需求 他还要为 他在城市里面立足 找一个解释 这是为什么很多 学规划的都会能说善道 但是千万不要只剩下能说善道 所以当建筑因为学科的这个局限性 这个就是学科变得晦涩的时候 然后以及这个 就是我说不清楚 那么 罗马的大师 其实是用这个办法 简单明亮的搞定教皇 但是当民族特征 在法国德国 以后面我们看到的英国 资深 并且他们希望用用来缔造一个与众不同的代表法国 德国以及这个英国的城市形态的时候 这事就会变得特别的极少 所以在这个时候 民族形态 民族表现 第一次成为一个问题 但现在在这个问题 我们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 仍然嚷得非常的响 所以我们民族的建筑特征究竟应该是什么呢 但这是一个非罗马欧洲人的困惑 因为罗马人 所以这个时候建筑表达 它不是一个建筑问题 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立场问题 对吧 建筑不是说建筑应该什么样 而是法国的建筑应该什么样 德国的建筑应该什么样 还记得讲哥特的时候 我在讲纸黄黄这个电影 对吧 因为意大利的建筑是不受这个困惑 是因为意大利的建筑是什么样 欧洲的建筑这个时代建筑应该是什么样 所以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困惑意大利的建筑是 但是法国人对此痛心疾首 对吧 因为在这个时代之前 法国人翻遍整个建筑是真的打下他们烙印的 是哥特建筑 但我们讲了在文艺复兴以及巴洛克的时代 哥特是什么意思 哥特就是这个意思 野蛮人 因为哥特这个民族 我之前跟你们讲的是五六世纪的 是哥特人的铁蹄 踏碎了西罗马帝国 对吧 就是所有就是欧洲的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个阶层 到现在提起哥特来 还都恨得牙根痒痒 所以法国人突然发现 你翻建筑史吧 你翻来翻去 你翻出来的是一个污点 所以由此 法国人变得开始过心长的 他们在1671年 就17世纪末的时候 法兰西皇家建筑学会创立 他们创立这个学会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要创立这个学会 更不知道这个学会要干什么 但他们有一个目的 是希望法国人能建筑史 能够像意大利 能够像罗马人在文艺复兴一样 有朝一日竹葬这个欧罗巴大陆的文化圈 但是一开始奠定了这个 但这个并听不懂 这个操作机制是怎么样的 对吧 因为他们 这个时候只能学意大利 然后他们又 那个时候他们也觉得 哥特建筑是一个很令人害臊 不好意思拿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们干什么呢 一开始他不知道这个学会该干什么 就搞读书会 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学的时候 你就傻读书 学会养成了高双朗读 维特鲁威和文艺复兴时期 著作的习惯 而且一定要按照一个 严格的次句来念 维特鲁威 帕拉第奥 斯卡莫奇 维尼奥拉 塞利奥 阿尔卑利 卡塔尼奥 他们前些年的这个学会活动 就是站在以前 像唱诗一样 就开始读这个书 甚至没有人敢解释这个书 但是读着读着 这个学派出现了两个 代表性的人物 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叫做克劳德·佩罗 另外一个是法兰西 建筑学院的院长 主席 叫做弗朗索瓦 布隆带 这两个人也特别逗 事出同门 水火不能相容 两个人一直在吵架 克劳德·佩罗 就认为 够套好 这个弗朗索瓦 布隆带 就认为希腊好 而且两个人 几乎到了抬杠的地步 布隆带尔提出任何一个东西 佩罗附加思索 就是先想 我一定要博士你 然后再写文章博士 所以 访兰西皇家建筑学院 第一阶段是读书会 第二阶段 基本就是论辩 基本就是 克劳德·佩罗的后裔 和这个 这个弟子门下 和这个布隆带尔的门下 就开始吵架 在讨论克劳德·佩罗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们自己 时代的格调 至少也是我们自己民族的格调 他在说的是什么呀 他这时候 说的一定是格格 已经和古代希腊 与罗马人的格调大相径 这种格调中 可能渗透着 某种哥特式的意味 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你真的把哥特放在桌面上 因为它不是传统 所有的革命 没有任何一个革命 只是革命 只是破坏 以及创立新的 因为一个东西只是新 它不代表好也不代表好 它一定是接触着一个 已经被承认的 所以我们发现 即便佩罗 基本上是 皇家建筑学院里的反动派 但是它仍然言辞 非常地考究 有哥特式的意味 它没有敢说是哥特式的 因为我们曾经有过相似的分类 它只是什么 法国人的传统对吧 但其实都非常隐晦 相似的日常生活 以及相似的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针对什么说的 针对着学院派 古希腊 古罗马 一直到文艺复兴 所有的束缚着 巴洛克建筑的 所有的那些原则 正是这一切 促使我们去创造 处理这些柱子的 第六章手法 这第六章手法 非常重要 所以佩罗清晰地点出 发掘哥特 建筑的双重含义 第一 复兴民族风格 第二 实现手法和创新 这两个同时 开始出现了 在于十七世纪开始 佩罗与布隆戴尔 就都开始 你看这个 这是克林特的 这个是希腊哥特式 因为我们发现 一个人主张希腊 一个人主张哥特 原本是在吵架 对吧 原本哥特建筑 是不能被放到桌面上的 你发现 这哥尔达吵了十几年 这事 冠冕堂皇的 意大利猛一回头发现 哥特建筑被放在桌面上 而且整天 法国人讨论 就是哥特建筑 而且讨论来讨论去 讨论出这玩意儿 希腊哥特式 克林特的作品表明 哥特式的建筑 完全可以符合 所有希腊式的 这个比例体系 冯朗塑啊 布隆戴尔说 这个不错啊 克劳哥佩罗说 不必有希腊 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 法国人已经开始 动了杀技 所以我们看看 法联系皇家建筑学院 成立以来 他所做的事 十七世纪 是佩国与布隆戴尔 围绕着哥特在吵架 十八世纪 克尔德默瓦 就提出了 系统化的 希腊哥特式的理想 原本我们知道 哥特传统是一个污点 在这一刻 他突然变成了一个 跟希腊可以比肩的 传统 到十八世纪 洛基耶 这些 大家去看 这个弗莱普顿写的 建构文化研究 建构文化研究 几乎就是接着 克尔德默瓦写的 接着希腊哥特式写的 那么记住了 现代主义的讨论 浪漫主义时期 突然出现了 哥特情节 它是有什么 当然法国人 就是都 嗅到这个气息 非常敏锐 其实浪漫 就是浪漫主义 实际上是 它原本文学上 开始挖掘中世纪的 一些题材 讲那些神秘的 大家在堂里面的 就是各种 古怪的 这个奇异的事件 所以这种文学 特别容易流行 所以这种文学的流行 导致了当时的风潮 会很倾向于 哥特式的建筑 所以有史以来 第一次 法国的建筑界 借着浪漫主义的宗风 第一次 让哥特式的传统 当然这时候 哥特已经是传统 一百年的时间 其实不到一百年 六七十年的时间 让哥特式建筑 第一次 从流行性上 盖过了 希腊的建筑 十九世纪 勒迪克 把哥特建筑核心化 到十九世纪开始 我们知道 高级派的 供的最早的师祖 就是勒迪克 哥特建筑 开始变得风格化 到这个时候 我们在十八世纪 前面提到的 有一个 他们还要 斯卡莫切 我们讲 就是文艺复兴下的人 就是也讲到过 那么开始 到十八世纪的时候 出现一个 特别古怪的 事情是人 意大利的理论家 开始站出来哄 哥特式的建筑 是来自 古希腊语 古摩玛 这时候我们突然发现 不知不觉 法国人几乎已经 篡脱了原本文文 坐在 意大利人 屁股底下的忙 所以到时候我们看 原本是 法国人的物业 这个才是 西方建筑学的正统 但是随着 哥俩吵来吵去 吵来吵去 这英国国会大厦 这个它不是 它不是坚果式的结构 因为这个原本 原本晚期哥特的 这个 这个原本的英国国会大厦 就温莎堡 已经被一场大火烧了 所以这完全是一个 非哥特式 不是坚果式的结构 但它会盖成 哥特式的样子 你发现 法国人 原本 他们是还要把 哥特式的建筑 装饰成 希腊建筑的样子 突然有一天 发现 一国人已经开始 把一个 希腊式的结构 装饰成 哥特式的 样子的时候 突然发现 我当老大了 这个老大 从哪来的 当然是 是从法国人 一直在讨论 第六种宗室 你知道建筑有五宗室 对啊 第五种宗室 组合宗室 来自于 文艺复兴的意大利 第六种宗室 我们之前讲了 古希腊因为 有三种宗室 所以他是 建筑界 那个时代的王庭 古罗马的时候 创生了塔斯干宗室 接过了这个权杖 文艺复兴创生了 组合宗室 它也是权力的象征 所以突然发现 宗室 是王冠岸 对吧 它是权杖 所以这样 每一个建筑学的 核心时代的民族 都应该有一个 这样的东西 对吧 所以前面我们看到 这个 克劳德佩罗讨论 第六种宗室 但是这事其实也特别逗 比如我们知道 法国人可以用 成立一个学会 以及吵架的方式 把这个 正统引到自己这来 一旦 他很容易篡位的时候 他也很容易被人 夺去这个王位 所以我们来看看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 第六种书是 特别好玩 这个呢 是谁提出来的 这是瓜里尼 达罗克大师 但他提这个 其实他要解决一个 就是很核心的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哥特式的宿主 它柱子要很细 对吧 这个其实也是 伯罗乃利茨基提的问题 但是当你希望 用古希腊的柱子 来做这件事的时候 伯范利茨基 用劝重事 对吧 有尼利勤诺医院 那么 瓜里尼提出了 这个设想 但是他从来没有实施过 因为哥特式 其实不是一个好东西 对吧 在那个时候 哥特式骂人的话 所以瓜里尼提出 其实你把柱子落一落 这事还挺好玩的 他还比较像哥特 这一开始不要紧 这个德洛姆是法国人 他就是 他提出这个的时候 法兰西皇家建设学员 正在筹备 所以德洛姆 应该是皇家建设学员 那些的 其实是老前辈 他提出一个 他说 他提出这个东西叫什么 法兰西注释 他就直接挂了 法兰西名字 就是因为 我有这个注释 就像有了图龙刀一样 号令你天下 不论不同 然后他提出了两个原则 一个原则 其实来自于 帕拉第奥的建筑四书 还记得皇家建设学员的 那个顺序 第一个读的一定是维特鲁 第二个就是帕拉第奥 帕拉第奥建筑四书里面讲 之所以注释是上响下哒 是因为原本它来自于像一棵树一样 树都是上响下哒 对吧 提出这个以后 所以 这个也上响下哒 然后这个 德洛姆啊 就是所有的那个时候 就是古典的大师 他们都是古典主义大师 都在研究什么呢 都在研究古希腊的建筑 但是他就是多数人呢 就是 就是 多数研究理论就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导致会比较贫穷 德洛姆从来没有去过希腊 所以他 他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 能看到照片 对吧 他那时候看到的 都是文艺古兴的那些大师 有钱去希腊的那些建筑师 画回来的图 所以他一直就天真的认为 古希腊建筑那些柱子 都是整根的石材 雕出来的柱子 其实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是吧 但是测绘的人 没有把这个画出来 是因为他 他不是重点 对吧 德洛姆就 就看了那些理论 所以我讲这些事 就是德洛姆是大师 我连屁都不是 所以我讲你 你一听就完了 就我更没去过 德洛姆就认为 就是说 然后他去法国调研 发现这个实材 法国实材没有那么大的 这事比较难度 德洛姆说你这样 你把这个实材呢 分成一段一段吧 但中间交接是个问题 因为 就是古希腊以后 其实已经很难想象 你真的分段的实材 你能交接的这么清晰啊 所以古希腊的 这个石头工艺 是非常恐怖的 包括古罗马 这个其实特别可怕 对吧 我讲阿尔伯地的时候 我都在讲阿尔伯地 他教了很多招都干嘛 如果你做不了那么好 我还能让你看起来那么好 对吧 他开启了建筑装饰 这个盛行的这个时代 但是就是德洛姆 那个时代 他根本没有把握 把这个一节一节柱子 接起来 还像他 所以他更不能想象 他其实是一小段 一小段拼的 但这样 你交接的地方 你做一古座 帕拉调不是说了吗 柱室都是从树来的 对吧 树它也一圈一圈的 有这个叶子 对吧 你把古座 召成叶子 这个时候 这其实这办法挺聪明的 就是你真的 就通常来讲 就是有机会 如果你们再听我讲密斯 真的敢把建筑做干净的 一定是有极强的工艺手段 他不是说你不做装饰就完了 不做装饰 谁交赞给投 所以 所以德顿总一定要给出路 对啊 你要这么干的话 那某时候做柱子 还要恢复古西亚 那么这么干 拧骨座 这个办法特别好 实际上他就交接了 而且他看起来就是一个装饰 这个柱室 以前任何柱室也没有 虽然你看起来是一个多利克的柱头 比例什么 全都是多利克的 对吧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 这个叫法兰西柱室 他为什么着急给他取个名字 他们想要做老大 已经很久了 然后 但是不止法国人想 然后还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 然后就是 德罗姆是走到古希腊去了 但很快这个方式就瓦解了 为什么 意大利人特别骄傲的宣布 这事谁都承认 古罗马建筑是传承了古希腊的传统的 而我们是罗马人直接的后裔 你们是谁 对吧 然后后来法国人 德国人 西班牙人 英国人突然发现 出身是个问题 如果我们还在学习古希腊古罗马的东西 这来着 就是 就是我们出身就不够 根儿正苗红 对吧 那接下来他们想一个办法 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偷换 非常巧妙的偷换概念的工作 他们开始声称 注释不是来自于古希腊的成本 而来自于圣经 圣经是一个 对吧 圣经是犹太人的 对吧 那么来自于圣经 圣经里面提到的 那这个确实是文献里面最早系统提到的注释 圣经里面提到最早的注释 是所罗门注释 是所罗门神庙里面 对吧 就是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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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中寺庙里面其实里面描述了所罗门注释的这个方式 但是所罗门注释呢 它里面提到的这个筑头是百合花 因为百合花是犹太人的 是基督教的重要的象征 然后这个注释本身是螺旋形盘旋上升 其实这个就是某种程度上也跟巴别卡塔的来源有关 那么所以就是实际上这是贝尔尼迪做的这个就是华盖 那实际上就这个就是同步的 这个其实是比较典型的所罗门注释的样子 一个是它是螺旋形的这个注释 上面是百合花的文样 但是就是所以就是这样各国的理论家突然发现 我其实不必研究古希腊的建筑 因为这是你们意大利人的前身对吧 我们来研究我们来做圣经里面所罗门神庙的这个复原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家是站在同一个平台上 谁也别说谁 那么我们都是天主教教徒对吧 那复原这事 所以维拉潘多是比较早的复原了所罗门神庙的注释的人 他里面就是当时有个交接鞋底下都是螺旋形的 但是我们看他没画 他主要画了什么呢 他在这画的是石榴画 石榴是哪里的象征呢 是西班牙人的象征 维拉潘多是西班牙人 但是圣经里他不是不识字的 圣经里说是百合花对吧 在他复原这东西以后呢 法国理论家上不为 说维拉潘多那个复原的特别好 只是有一点不足 上面筑头应该是棕榴 我说棕榴是哪的象征 是法国人的象征对吧 他上面应该是棕榴 这时候突然你发现 他们明里是在复原所罗门注释 但是我们发现他对所罗门的助身 已经我们知道注释 最重要是比例对吧 他们完全没有兴趣表达这个比例 全都在说中这个柱头 应该是哪个国家的职务配置是吧 然后法国人突然发现 虽然他干掉了意大利的核心地位 但是各国纷纷开始做这些事 他们也觉得很讨厌 然后英国人詹姆斯亚当 英国注释对吧 西班牙能有法国都能有 英国人为什么不能有 咱们都看过英超对吧 英国人就是不就是这玩意儿吧 这时候他的职务也没什么兴趣 因为就是可用的职务 都被你们用的差不多了 行了英国注释 反正你一看就知道是英国对吧 对吧 这一看就知道是英国 法国和西班牙的你还得有点人话诚实的 这个现在你是个球迷都知道这是英国注释 所以英国人干了这事以后 德国人特别郁闷 德国人动手有点晚了 该用都被用了 然后德国人突然发现呢 大家就是用注释呢 从这个德罗姆开始 都是拿这个多利克的注释在打 德国人呢 就用了一个艾奥尼的 再上加了点别的文样 行 它就是德国注释 对吧 所以其实建筑五注释 到现在为止 都是有非常确定的结论 对吧 这是敢记进笔记的 也是我敢讲 它可以是结论的 第六种注释一直被提出来 但是有N多种版本 当事态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们开始理解 为什么叫纷争时代了 纷争讲的真不是巴洛克 巴洛克那些都是关态的 你们这些 对吧 当然它来自所罗门注释 它是一个声剧缠绕的 对吧 然后你发现 就连中国花表都有了 这个是正经的所罗门注释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但是有一件事确定了 在建议学这个学科 我恐怕再也不可能同意了 他们只能越来越来越来 所以到这的时候 其实是 就是我的论文突然写的是 因为我的研究论文写的是建筑装饰 我突然觉得有点惆怅 因为经历了歌特 经历了文艺复兴 巴洛克那么多让我觉得 心旷神怡的时代 以及操作以后 突然你发现这些狗点主义 希望争全夺势的 就一旦建筑以外的要素 他进入建筑学这个学科的时候 这是我在论文里面写的 对所罗门注释的复原 其实就是对各种民族注释的追寻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惊人的颠覆 注释的核心已经从隐晦的诸身比例 转变为容易识别的柱头图案 用装饰文样来解释民族特征 是更便捷有效的 并且有着不容讨论的确定性 所以一旦一个东西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让 让它看起来是中国的时候 我们起码可以打一个 Made in China 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为什么通常都要打成英文的 我工作室曾经一度特别小 想取个名字叫做中国制造 但是后来他也没什么做错 所以其实当你用一个确定的符号 表达民族的时候 这事会变得很简单 至此民族城市给建筑提出的问题 似乎在装饰的图案中 得到了完美的解答 装饰与风格也从此变得密不可分 但是人样的选择 并不对建筑自身产生任何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之前 波罗奈列斯基 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给唯一复星定调 就是解决住身比例和古典要素的比例的问题 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这哥尔景哥在讨论第六种注释的时候 跟比例完全没什么关系 基本上都是这个住脑袋 这个也导致了现在我们理解柱头 仍然是用脑袋来认识这个注释 而不是用比例的 这个其实是完全不古典的 风格几乎等于立场 但立场是一个我特别疼念的东西 所有人都不得不站在某一个立场上 但是当你义无反顾地 选择去跳进一个立场的时候 选择的过程没有了 这个时候学科的过程也就随之而消失 这里的装饰还是建筑装饰 所以当我们看巴尔萨德纽曼 尽管他画了大量的画 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它在起到一个建筑目的 对吧 包括瓜里尼 他让这个结构看起来如此像画 但他仍然起到的是一个建筑目的 所以绘画可以是建筑的目的 但到这我发现他们都没有画画 他们也没有打上法国制造 英国制造 但是他们所做的事 跟建筑学已经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直到最后 法国人突然发现 当你用筑头不可能奠定第六本筑式的时候 那么他们选择另外一种 我们知道之前是有三筑式的 那么之前是有双筑式的 从来没有三筑式对吧 有巨筑式有双筑式 但没有三筑式 法国人因为他们的 就是传统的民族传说里面 有高如三女神 所以他们开始用三筑式 任何一个历史时段 以及其他民族都不用的 以此来影射高如三女神 但在这个时候 你们发现它仍然是一个立场 那在这个时候 你只要选择就好了 这个时候 当你选择一个三筑式的时候 它并不好也不坏 但这个时候 法国人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三筑式其实老早 瓜里尼 在哥特多雷克里面 已经提出过 但这个时候 一旦你能赋予它 一个解释的时候 这事已经见得 完全不同了 所以在那个时代 其实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了 离我们非常近的一个时代 这个是文秋里 罗普多文秋里 在向拉斯维加斯学习里面 图示 在这个时候 建筑的纪念性 完全与建筑无关 而是它最近打着谁的招牌 打着谁的标签 与这个标签 喊得也多想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也开始渐渐地理解 为什么我会觉得有点惆怅 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开始离建筑越来越远 当回到这个过程的时候 其实如果现在让我改 阿洛克我永远不知道该怎么干得更好 是因为我在做它的时候 我永远知道这个是为什么 但是当我每一张蓝图 甚至我特别想有一天 我就只挂一张蓝纸在墙上 吸引大家过来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它已经远远不再是一张寒道 所以说我突然 想起王贵祥先生 在建筑理论史里面的一个翻译 这是一个信达雅的翻译 让我非常的佩服 在它的翻译里面 style 它翻作风格 但是在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条 叫做style 风格门 被它翻译成时尚 而时尚恰恰又是一个 在这个学科里面非常刺痛 让我听起来觉得不堪入耳的评价 那么风格是有传承的 我们看到从巴洛克 如何在传承文艺复兴 以此实现了自己的风格 但是风格真的能够被加上复述形式吗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